學長 那我們就不想學長的風采 那我們這個 因為我以一個主持人的身份 我就以我自己的人 一段簡短的小故事 幫學長開場一下 通常在那個病人自主權 為什麼今天 其實在差不多在3年多 4年多以前 其實大家討論的風景 也不是這樣子 在很少一直都叫病人自主權 甚至說真的到病人 有發生說情況急轉直下的時候 那還是病房很多 都是沒有準備好的狀況 那我自己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那在有些病人覺得說 欸 有這樣子 都已經Tancer末期了 就是說那個癌症的末期病患了 那其實家人 都連心情都沒有準備好 病人其實也已經昏迷了 那這樣子我們還這樣 他對他細皮按 這樣對嗎 那就是把他壓到樂股全斷 有需要這樣子在最後一層 你碰到這樣嗎 然後我的老師只給我一句 那些沒有準備好的人 他就只能有命運的支配 那其實如果你當生前都沒有準備好的話 就是你在清醒前 都還沒有準備好的話 那你身邊的家人更不知道 說你在你會的時候要什麼 請你做準備 所以常常就是都一直到現在 那DNR也就是很臨時有變化的時候 才簽出來 那我們法律效率上也會有問題 對病人其實本身也不好 那其實現在的討論的風氣 也慢慢變 病人自主群在最近幾個立委 他也群傳下來 那的確 民眾慢慢接受 那當然就是說 中間他很多官員要求說 因為要做病人自主群 並不是說針對某些特定自主群 不用欺疑一點 好 那這部分 我們就是讓學長 來好好的講解說 這有什麼概念 好 那我們就把他翻個方便 那我要站著講 那我想大家如果方便了 我們就 我本來主要的實在也不是這一個 可是 可是我發現到現場有蠻多人 他是為了詩詞來的 那如果要講詩詞 那是我比較 我比較擅長的感覺 那ACP做也不夠 就是跟著書院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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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老師 正在培託 那其實我們這座 私政照護 是一個延續性的照護 我們從 一開始發現個案 一路到他死亡 那我們現在再回到這個ACP ACP是 算是我整個 服務照護的一個 一個 一個算是一個 加 加值 就是 就是 從我現在這樣整個照護 其實我覺得 ACP是一個蠻多 就是 我們談這個 避難制度的權利 這個概念 那 我用這個 來跟大家講 那 就是當初 當初我去 考驗長俊的時候 然後 呃 講的一個題目 然後我想說 這個應該比較做 因為有些人 開始很想 然後知道是ACP 但是我發現大概 有將近十位的人 所以我有十字來 所以我想 我就不講那個 一般性 我就跟大家談這個 這個 私人照護 在這個ACP 它的重點在哪裡 那當然 這件事情 所以第一個一定要先談這個 我們談這個病人數 全力版跟 預力量照護智商 因為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所以我會跟大家帶到這個 末期照顧 那這兩個都會其實相關 如果 沒有照顧 其實沒有什麼 台ACP 對我來講台ACP 是一個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入門而已 其實最難的 最難的 大家不知道是執行 執行AD的 那才是最難的 我覺得 難不是難在簽這個ACP ACP有些規則 規則會在要完成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 可是 我個人覺得 最難的是要執行AD 所以其實執行AD的那個醫生 才是困難的 那原言是什麼 原言就是大家慢慢就會 我希望可以帶到這個感覺 然後大家可以理解 那這個我就不講 那我自己的 講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就是 我自己是神經內科訓練之後 我就做老年學科訓練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完成我的幾塊 第一個就是 試試看照顧的 前面的診斷發現 那老年學科 我覺得是 做一些內科照顧的基本 那到了聯誼 就跟這個黃朗現場做愛衣 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從生到死的 照顧的一個完整 那再加上ACP 我覺得又可以 把這些事情 再跟複齊面固 所以 我自己現在照顧試看病 我是從這個 病人的診斷 內科照顧 安寧的照顧 ACP 我全部都 我一個人做 我都我一個人做 那我覺得 我覺得 在這段過程 我才看到一個人 什麼叫從生到死的照顧 無縫 怎麼樣無縫 就是全部我都一個人做 就無縫 好想笑 一炸 水就炸 好 那我來跟大家 談一下 這個我覺得 蠻重要 是因為這個就是我們 在諮商的時候 我們跟 跟民眾講的一些內容 那我也接著 機會跟大家介紹 它不會 太困難了 因為我的吃生病人 也都看得到 所以 我就跟大家 介紹一下這件事情 是 生病人照顧 其實有很多 決策上很困難 其實這 一般的家庭 也會有 第一個就是 它對這些相關的 幾天資訊 都會缺乏 這個是所有的民眾 都是一樣的 甚至你非神經內科 你要談這個私事生 或者談 應該說我們 化科就是 資訊缺乏 大家了解 就是內科跟外科 就資訊缺乏 小老科跟 小老科和外科 我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 這個資訊缺乏 是所有人都會缺乏 只是 一般民眾是完全缺乏 我們是 部分缺乏 就是一樣 大家都會缺乏 那第二個 家庭決策分歧 這些家庭動機 跟人員請從 這個更比我講的 一個家庭動物 哪一種家庭沒有 也許 有一種家庭沒有 就是 爸爸已經死掉 家裡只有一個小孩 這種可能就沒有 可能就沒有 這些東西 可是也不是沒有 如果他有其他儲器 是有的 可是這種家庭 通常是 稍微比較單純的 那再來就是這個 醫療專業處置決策 差異 同樣的一件事 不同的神經類 醫師 會講出不一樣的情況 我講的不是疾病照顧 我講的是這種 默契照顧的東西 這種概念 真的 個別不一樣 從他的背景 他有沒有去接觸 ACP 他有沒有去接觸 暗影 他講出的內容 就是會完全不一樣 這個原因是什麼 這個就是 在你的這個認知上 你對這件事 你們了解有多少 那再來就是 傳統社會期待的壓力是什麼 就是外面這些人 除了你們家庭的主要和親成員 還有外面的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觀念的不同 就像我講說 台北 台中 台南 花蓮 一定都有一種 很大的區域性的差異 那這種區域性的差異 再加上各個小家庭的差異 其實就是傳統社會 常見的期待 那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在不同的家庭跟組成 其實這差異是很大的 那所以其實 就是我們都在談這些 其實我們都忽略了什麼 忽略了定的 對不對 我們根本沒有想到定 我們都在想到這些外面的東西 然後我們搞清楚 可是我們不知道 病人期待在哪裡 那這個就是 我在想的一個很重要 尤其是私生病人 你知道問題在哪裡嗎 私生病人就是說 等他要執行這個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辦法多看到意義 他要了解我的概念 因為我們現在談 怎麼樣的人可以執行的意義 就是他是什麼 他是集中度司機 他怎麼能夠告訴你這件事情 所以這就是我現在 在做一件很crazy的事情 例如說你今天哪一張 整段情度 我就跟你談說 你要不要想一下 例如我要死的時候 女兒通常都告訴我 我們判的時候 你等著我快死了嗎 你幹嘛跟我講這個 是不是 教主就講說 我沒有這麼嚴重 為什麼你要在這個時候 才剛診斷 你就跟我談 我如果要死的時候怎麼辦 是不是 這一層有點 有點好像 調得太遠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不是 是我們看得夠 夠清楚 現在不談 我如果現在連這句話都不敢講 我講了你都還要過好幾年 才會開始做 我如果現在連講都不敢講 那我保證 我一定是到你中度 我都不敢開口 所以我現在就是練習 我自己就是 我就是要開口 我不管你覺得我多crazy 我就是要開口 我就是把它 弄成我的那個clinical password 就是 固定的啦 每個人都要聽一下這樣 在此我不開心也要聽我講一下 我每個都講 每個都講 每個都講 講到後來我也習慣 他這樣跟我問的時候 我就說 對啊你現在不決定 你現在不來看這件事情 有你重重度 你來找我 會有一點辦法 好那我們就談一下 大家都了解安寧 就算不了解你 也不太可能 你一定有聽過安寧 你也知道安寧 你也知道安寧 你也知道這些東西 因為他走了十來年 而且很多的 以前的前輩 可以大家一起在做這個安寧的這個照顧 所以 如果沒有安寧的這些基礎 是不可能做現在的意思 我也不相信大家都會了解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一個過程 那我們來談一下安寧照顧 安寧照顧其實很重要是什麼 很重要的是末期病人 不管是什麼樣子的照顧的對象 都是末期病人 那末期病人他 有一個是這末期的一個 一個描述 那這個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 你現在的整個的身體的狀況 基本上就是零重前了 所以零重前就是大概 三個月 六個月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呢 不管是癌症 或是 八種非癌症 就是我們叫做癌症跟非癌症 都有所謂的安寧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強調 癌症跟非癌症 大家知道 那就是末期嗎 幹嘛那麼多 我舉一個例子 讓大家也可以了解 大家知道 日本現在做 做那個安寧 是做什麼安寧 日本是做癌症安寧 那非癌的安寧怎麼做 那非癌的安寧怎麼做 有話 他們都沒有做 我看來很多人來講 他們做這個居家安寧 那是什麼 對不對 是不是做得很好 居家安寧做得很好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 他們居家安寧做得很好 機構安寧做得很好 在機構死亡都做得很好 你們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送到醫院 因為他們 日本的法規只有 讓癌症的病人 可以牽這個安寧照顧 送到醫院 如果你今天 不是癌症病人 你送到醫院 沒有所謂的安寧照顧 只有什麼 只有全套上這樣子 丟到 所以怎樣 所以他們的意義就是說 你想安寧請不要打醫 就是這個 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在日本是這樣 所以他們的居家安寧 跟什麼機構安寧 會做得很好 那什麼 因為我們如果想要做安寧 一定只能在家裡做 在機構做 我們沒有辦法到醫院做 因為醫院送進去 就是強制要什麼 強制要急救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的法規 為什麼有第一 為什麼我們在亞洲 算是法律的進步 是第一名的 因為我們在法律上 一定早就送保 對不對 我們非亞已經可以安寧了 那甚至我們現在 現在還小心 五大綠狂的條件 但是跟前面 對 大家就知道這些照顧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 日本的居家安寧 跟機構安寧 為什麼做比較好 對 因為他們就是 要做安寧 就只能在那邊 那我們台灣可以送到醫院做安寧嗎 可以啊 所以我們醫院 是我們的理念 還是小朋友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以前那就是有談那些 你可以表達你的急救醫院 我身醫療選擇 我人代理人 簽署醫院的書 差不多 大家看起來 跟現在的 等一下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談這個ACP 現在的病人制度權利法 這樣看起來差不多 一樣有這個醫院表達 一樣有我身醫療 一樣有我人代理人 一樣可以簽署醫院的書 一樣可以簽署醫院的書 這些在這個原則上 是看起來差不多 可是等一下跟大家講什麼 不過 好 好那按寧法醫院的書 這個我就不多說了 可是有兩塊 很不一樣 大家可以看 我們現在這個東西 我們大家會來看什麼 這四大塊的這個簽署 是什麼過程 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沒有誰簽過 就是不要急救 先把他足跡 我們先跑掉什麼 沒有 那我問問他是怎麼樣 這個他說 病人來問我說 欸劉醫師我想要簽這個足跡 我說很好 你到那個櫃檯去跟社工 要一張袋子 你把它寫完 寫完交給我們 我們幫你寄回去 然後就會足跡健保卡 這就是當初的流聲音 就是這樣 你不要打你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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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管你 反正你前往都回去 健保卡足跡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坐在哪裡都可以做的意思 那 問題會出現什麼 問題會出現 我在本身看到 好 這個 健保卡插下去 他就會說 某某某大德 就某某某小姐 大德是什麼 大德說 某某某 你有足跡什麼 不急救同義書 等等等等等等 然後我就會 你知道我一開始 我就是為了反射 說 哇你怎麼這麼先進 阿姨怎麼這麼先進 你簽了不急救同義書 然後 後面的兒子馬上說 木偉你什麼時候簽了 我怎麼不知道 他就說 我簽為什麼要告訴你 媽媽就說 我簽為什麼要告訴你 就後面這樣 吵架了 吵了幾次 我就發現 哇真的不能這樣子 我每次看完 我就默默地把它關掉 我就沒有再問說 喔阿姨你好厲害 你有簽這個 因為我爸後面那個 到時候又炸票出來 然後回去 在路上就一直說 布瑋你要給我撤銷喔 你不給我撤銷 我一直盯正 你要把它撤銷 我沒有 不管你我把你救到底 就這樣 然後就吵架 剛剛那個過程嘛 媽媽就跑到那個 服務塔 要了一張那個 然後簽完之後就寄過去 健保卡住機 然後我插下去就看到 我就這樣 有沒有 家人知不知道 跟你們講 家人可以一個都不知道 這件事你就做完了 對不對 那病人會說 這我的事你們幹嘛管那麼多 我就是要簽阿 我就是要簽 可是這樣好嗎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反正就是可以啦 就是可以上 就是可以上 好 所以 第一個是 我們不要講缺乏 我覺得缺乏這兩字不好 是不需要 目前來講的條件是 不需要溝通 就可以自己完成 超棒 然後第二個是 第二個就是她的局限 她只限於末期病人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互換離常條件的時候 我跟大家介紹 只限於末期病人 她 末期病人 永久昏迷植入了 這也是末期啊 差不多 差在哪裡 我們跟大家再解釋一下 有人會覺得差不多對不對 反正永久見昏迷都末期了 都快死了 如果你都不能吃 不能喝 不能乾 整天躺在那邊 眼睛都不會張開 那個末期又怎麼樣 好 那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紹 好 所以安寧就是這樣 第一個 不需要溝通 第二個是 只有在末期 好 那 為什麼只是在末期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病人制服權力法 通過是這個時間 通過就是 一百年五年一月又好 那三年後就是 一百年八年一月又好 所以有利益整個一月又好 就是時候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我覺得 我也是 我也是就是 嗯 從頭過程 大家可以知道 很多事情都從這個時候開始 兩千年 所以現在已經 已經十九 第十九個年頭 然後 你看一開始 一開始做 就是說末期病人可以張 就保障 可是這個保障 就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 其實我沒有辦法撤除啦 保障是不能撤除 所以後來我就說 他也可以撤除 他也可以撤除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修法 就是 他的 他的撤除是需要倫理委員會 倫理委員會 意思就是說 需要開個會 那我聽到的說法是 倫理委員會 如果三個月開一次 病人還沒看到會 就走 所以也來不及撤除 對不對 因為病人過期嘛 如果我們想撤除 他的狀況都很危急 所以 之後再修法 修法是怎樣 不需要經過倫理委員會 那其實這樣的過程 就已經開始 就是我們的 這個危險醫療 是也可以給 可是也可以撤除 那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然後 再來下一步就是要怎樣 擴大他的 適應到尾 適應到尾 從末期要開始適應到 你大臉床條件 對不對 然後到這個時候 到這個時候 就正式實施了 那這件事情 要跟大家談一下 為什麼這個要先講 因為後面要談一下 熱詞什麼的 就可能都要談到這些 我們來看一下 病人知悟權 如果從病人知悟權 裡法律前面幾條 我就在講 知情權 大家知道嗎 就是 其實這句話 其實知情權 我覺得 有些時候 沒有知情的很好 你有沒有遇過 病人生的病 不知道自己什麼病 你有沒有遇過 你們有沒有想到 什麼情境會這樣 病人生的病 他不知道自己有什麼病 什麼病人會這樣 什麼病人會被隱瞞病 他都不知道 到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病 你們知道 你們想到一個例子 愛滋 愛滋 怎麼可能 愛滋 怎麼可能 愛滋 不知道自己的愛滋 你說愛滋 不知道自己的愛滋 他自己發病 他可能就發病 不是啊 這個不是不知道 這是我們還沒診斷嗎 他也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我說我已經知道了 可是我告訴你 你到死都不知道 你有這個病 是什麼病 啊 精神病 精神病是 精神病 他應該是不理解 我有告訴他 他也沒有進行 或是他不認我自己有這個病 那這個不是 我說他就是一種病 他也意識清楚 可是你 你就是都不告訴他 然後因為 因為有些情況 你都不告訴他 他到走的時候都可能 不知道這個問題 大家知道什麼 什麼動物 沒有 那電視劇演的都是假的 對啊 癌症啊 癌症啊 癌症有可能病的都不知道 他得癌症 然後到死了都不知道 有沒有可能 可是 還有一個重點 癌症還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眼睛要夠老 95歲以上的癌症 我覺得比較多 是 越老越 不會告訴他 所以病人就會說 這個就受死了 對不對 我一直覺得很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他們就是說 他講了就會抑制消沉 消沉之後 就會更不吃東西 然後就會死得更快 家人的說法都會這樣說不明 可是我突然發現一件事 病人又不是白癡 平常都沒有人來看我 這次住院很奇怪 每個人都來看過我了 還會說 欸 你還沒有來看過 叫孫子也全部來看過 他這樣子他心裡怎麼受得了 全部人病啊 都不理我 現在全部人都來看我 連我那個 多遠的星期都跑來看我 然後來跟我說 我要好好保 要好好保重 然後問他 有什麼病 他說沒有病啊 沒有病 你會發炎 你把它當白癡 哪一個人會相信 就是全部你的家族都來看過 而且還在外面說 欸 你還沒有來過 可能要來一下 這樣子 然後自己身體越來越虛弱 然後別人說你胃發炎 你真的信嗎 通常別人都會在背後我 有一次 弄我當地人 你告訴我 我是不是太嚴重了 我說我是不是快死了 我就說是把人家當白癡 大家有覺得我一直嗎 他早就知道他快死了 他也知道他有點嚴重 他只是覺得說 然後我還有病人更好笑 他就把我拉回去說 有一次我知道我快死了 不要告訴我兒子 他們受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就跟他兒子講 你爸說叫我不要告訴我 他快死了 你知道兩個人在那邊講 然後兒子說叫我不要告訴他 他爸說他快死了 他爸說我知道你不告訴我是什麼病 可是我想我一定不是什麼好病 因為我這樣就越來越去 如果吃不太下去 我覺得我也差不多快死了 或是說也是啦 如果再這樣去吃看 也是過不了多久 然後他等一下告訴我兒子 我怕他會太難過這樣子 就這樣 病人然後又不知道自己快死了 他根本不可能 除非他什麼 除非他是醫生 然後他應該知道自己快死 所以知情權 我一直覺得 我到後來都還是會讓我病人知道 我還想讓病人 只是要過很久 一般要過兩禮拜以上 也有可能 就為了這個知情權 為了跟病人講他有病 這件事情 可能要過一陣子 讓他過一陣子 可是我覺得在台灣的特色 台灣比較 不是很 不是很尊重這個知情權 我覺得是可以說 不太尊重 因為 畢竟是你生了病 那我就問他兒子說 如果你六十幾歲 你到時候得了一個病 你兒子叫我不要告訴你 你能夠受得咬嗎 他說 不行 你不要告訴我 那我說為什麼不能告訴你爸 不行 他受不了 奇怪 我都話了他在講 他說沒關係 因為我受得咬啊 我爸受不了 我爸 他們都會講說 這個老人家比較懦弱 個性比較虛啊 就是比較 就是 沒有求生意志啊 我知道我爸 我從小看到大 就是沒有求生意志 就是 也不能告訴他 可是沒有 他爸是跟我想說 叫我不要告訴他 所以我覺得 不知道誰比較弱 我也是不太知道 反正我最後知道一件事 兩個人都知道 就這樣 只是沒有講態 就這樣 兩個人一路到最後 就這樣 大家都不想 結束 最後什麼時候跟他講 如果你有什麼事 我跟他講 人都已經不清楚 我才在他那邊講 可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也知道 我已經進到 我的那個告知 雖然我沒有直接跟他講 你得了癌症 可是我跟他講 你得了一個病 可能不久 我講癌症 不是為了要癌症 我只是想要告訴他 你時間不多 有沒有什麼事 我可以幫你 就好 其實說真的 什麼原因死掉 我覺得不是我告知的一個狀況 原因是 我沒有辦法把醫療 我講癌症 我下一步 我們就把醫療 我講一個不會好的病 半年後 會 這兩個禮拜會死掉 跟我想他癌症 兩個禮拜會死掉 對病人有沒有什麼差 不知道 我確定 我也有一點 確定 可是我只要確定他這件東西 看治療 有沒有辦法接受到治療 大多數病人到這個階段 已經不太能夠接受治療的那個強度 所以我如果要治療 就會怎樣 說管他的生命 這知情權 我們現在談 定人制度決定法 加入的這個東西 就是講什麼 講知情權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告訴他 以前不太特別談 就是講講而已 可是在法律裡面就定 定知情權是一定要的 一定要跟這個人講他的比起 那這個也是一個發展 就是說 我們進步也是在這塊 定在法律 選擇決定權 所以我有兩個人 可以留意 叫醫療請求權 跟拒絕醫療權 我簡單講 大家看這個後面 這後面 對了你哪兩個人的東西 對這兩個人 這兩個大家有看過 看這個紙比較常見 每天打開那個新聞 看這一新聞就會有案子 對 這個比較少見 對 為什麼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因為很簡單 這四個字寫出來 賣不了什麼版面 所以這四個字沒有人來用 大家都用這個 那下面這個呢 下面這個不失於中指 或特殊特定醫療 也賣不了版面 所以所有東西 這三個全部都混在這邊 給一起講 所以你們就完蛋了 你們看到的新聞 講安樂死 其實不是安樂死 安樂死就是 含這三個東西混在一起講 就叫安樂死 所以你們當然就 有點搞不懂 因為你們看到的 記者全部用安樂死 因為他不會寫這個 因為這個 沒有兩個字 這個四個字太難看 我寫這個能看嗎 對不對 所以我最後就全部用這個 這個名字看起來好險 每個人都會用用習慣 就像亂用也可以 所以每個人都用安樂死 所以你回去再看看安樂死的文章 十篇 是不是全部都在唱安樂死 那你要先講解 什麼叫安樂死 好 我們回來看這個 什麼叫選擇跟決定權 就是大家是不是同意 你有拒絕醫療的權利 還是有人說不行 醫生說愛做 我就愛做 他說要開關節 我就開給你 他說要開肚子 我就開給你 我都完全不會拒絕 他說好就好 是嗎 應該不是吧 你不想做你就可以拒絕嗎 但是大家覺得不行 醫生說要開就要開 有沒有誰覺得他都不會拒絕 醫生講什麼 就說 應該不會吧 藥開兩顆你也只會吃一顆 你也是拒絕 對不對 也是拒絕醫療權 你有這個權利 對不對 好 那醫療請求權是什麼 醫療請求權就是 藥醫生再多做一點 多做一點 所以是什麼 在你原來的這裡面再多加一點東西 叫醫療請求權 這是多做的 這是什麼 你要給我的東西我拒絕 我不要 我不要的意思是什麼 我不要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你給我的東西 我不要 代表我不要接受你的智能 我要靠什麼 靠自己啊 靠我自己啊 對不對 靠我自己 好 靠我自己就會走這一條 那裡面我們談到什麼 一般拒絕也跟特徒拒絕也 跟特徒拒絕也 就是比較特別 這是談到什麼 談到生命的這一塊 我把它特別定成特殊 可是這裡不要管 可以 我們就談到什麼 拒絕就是我不要用照顧 我不要額外的照顧 照顧 那醫療請求權就是這個 協助自殺跟安樂死 你們知道差別在哪裡 就是加的 就是你本來不會死 對不對 我用一個方法 讓你 讓你死亡 這叫什麼 叫請求權 就是再加一個東西 那協助自殺跟安樂死的差別在哪裡 前輩都一樣 心理直傷 什麼什麼什麼 全部都一樣 最後只有一樣 不一樣 例如說用他 好 他手拿出來 我在他手上做了一個點滴 放了一個 我讀了液體 放在這邊 差別在 是我打還是他打 他打就叫 我打就叫 就這樣 是別人打還是他打就這樣 前輩都一樣 所以安樂死很少 為什麼 因為少不到這個人啊 那這個 這個的國家稍微多一點 可是也沒有多很多 大部數國家能不能接受這個 是什麼 就是醫療拒絕權 不拒絕權 拒絕這些維生醫療跟 人貌癌跟第二體維癌 我拒絕治療 我要靠什麼 我就是靠我這個生命 我這個生命 該到什麼時間 這數就到什麼時間結束 你不要再加段 在我身上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提前 所以大家以後回去 就可以看一下安樂死開頭的文章 看看他在講這個 講這個還是講這個 講這個 講這個 好 好 那拒絕醫療權 就大部數都是談這個 都是談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 拒絕醫療權 你就是下面那一塊 不是醫療請求權 不是在加什麼 是拒絕 拒絕性的 你不要在我身上放一些什麼 放一些相關的醫療照顧的東西 什麼都拒絕 或什麼都不醫療照顧 好 那這張就很簡單了吧 我就不用再講 對不對 大家只要看一下 這張我只要給大家看一下國家 像安樂死就這些 一二三四 好 石油之才可以加一點 可以加幾個重 加上瑞士跟加拿大 那這個就幾乎很多國家都懂 這個是大 這應該是 大多數國家可以接受的 一點就是這個 好 那這兩個 就只有這些國家 他們大家的想法 大概不一樣 好 好 那這張我只想讓大家知道 其實有幾個地方不一樣 我覺得最主要是剛好前面跟大家講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對象不同 比較擴大 我等一下給大家講 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當然 不管談到基礎 或是使用範圍 我覺得更重要是什麼 更重要就是 那個呢 那個諮商的過程 那個真的是慘 等一下跟大家講一下 諮商的過程 好 彥人知有權利法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這個 心智能力 完全行為能力 那這也是等一下我們會談這個 事實生很不錯 事實生我怎麼知道他的行為 可以在哪裡 那第二個就要達到這個 五大離婚條件 然後 談談你的這個 接受跟拒絕那些資料 就談這個ACP 第三個就是簽署 所以 做諮商之後 你都了解 然後你都可以做前述 就和尚見證 跟助記 健保塔助記 所以現在健保塔 對 那領導臺見證 我相信給大家看 末期病人 但和你一樣 多了三年四項 不肯逆轉的昏迷 有六十五人 集中度十字 還有其他的老種症 這樣叫做五大離婚條件 所以大家看到 五大是一二三四 可是不是五種病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末期病人 就不只一種病 有癌症跟巴大肥癌 對不對 那不肯逆轉的昏迷 擁有植物人 跟基隆紋是不是 可能是各代表一種狀況 那其他公告的重症 也不會只有一種病 他公告幾種就幾種 所以五大離婚條件 是五類的意思 不是五個病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也 這個讓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大概就是 也給大家了解 什麼叫知情權 就是你可以知道 你可以知道 你這些照顧的成效 跟方向的原因 什麼叫做決定權 就是你有決定的權利 而且重點是 其他人都可以妨礙 對 那如果你是屬於有限時行為能力 或什麼等等 你可能就需要有些關係 來幫你做這個 知情權跟 決定權 這一塊就需要有些人幫忙 好 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來看這個 好 好 好 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病人 先的這個 玉力醫療決定術 很重要就是要談 其中的 在你達到這些 臨床條件的時候 我們要針對兩個醫療選項 做思考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維持生命治療 這個是早期在案件 就比較常談 就大家知道有哪些 插板 鴉胸 墊子 就這才能達成的 還有很多其他 都叫我這邊介紹 可是其中一個比較少談 就是下面那個 人工營養 跟那個體位療 這是指什麼 大家知道 電地嗎 還有什麼 體位管嗎 還有什麼 罩棚 對不對 肚子打個頭 鼻子打電地 就這些 這些就是所謂的人工營養 跟那個體位療 就是 我們給他這些東西 是用人工的管路 放到身體裡的 管他是要打動 或不打動 是要打真不打真 這些全部都是 全部都叫做 人工營養 跟那個體位療 所以我們達到 這種大家聯同條件的時候 我們要討論的是 這兩種醫療選項 這個就是我們談到 病人自主權利 所以 有家屬會問我 醫生 我的財產要給我小兒子 可以寫在裡面嗎 病人自主權利法 聽起來很棒 我財產要給我小兒子 不給大兒子 今天只有小兒子來 大兒子沒有來 我就要寫在裡面 然後到時候你還幫我合章 然後你就可以 嗯嗯嗯 你被人幫我保障 我說不行喔 你忘記一件事 這叫做病人自主權利法 所以我們只是保病不保財 事實上 你財產要給他 你要找律師 你找我病人自主權利法 就 我剛剛說 我每次講文都這樣 千萬不要把你家的財產要分給誰寫在裡面 寫了也沒有用 我還是會幫你蓋上 可是 你最後可能不能公子給他 因為這個是病人自主權利法 是什麼 是在講這些醫療照護權效 法律也是保障醫療照護權效 法律沒有保障給採產 我分給誰寫在裡面 就有用 很多人好相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都要先跟他們講 他們一來就被我打消 這真的很重要 病人自主權利法 是佛病的 這些疾病相關的醫療照護 真的很重要 這個也真蠻重要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維持生命治療 剛剛的選項有兩個 一個叫做維持生命治療 一個叫做人工營養能力 維持生命治療是什麼 就是這些 機械事衛的準備等等的這些東西 大家最知道葉醫師嗎 葉醫師就是葉克膜 然後洗腎 呼吸器速血這些東西 還有什麼 抗生素 為什麼我就沒想到這個 因為抗生素其實 是個維持生命治療 尤其針對 人家難道的建立 五大人的離床條件 比如說像 他是有救性過敏 你用抗生素 可以把他救成清醒嗎 其實是不行 可是你可以延長他的生命 所以這個 抗生素在這邊 就叫做所有的維持生命治療 如果是一個90歲的老公 他肺炎昏明 然後這個時候用抗生素 是不是叫做維持生命治療 是不是 他就不是啊 因為我看到素給他之後 他就醒來了 所以他叫什麼 他叫治癒性的治療 所以你知道 維持生命治療的重點在什麼 在於他的條件 什麼樣整人 不是說 這兩個都昏迷 就一樣了 反正你本來先行 肺炎之後昏迷 我就把你當急重度 什麼 不可逆轉的昏迷 就給你這樣子 給你走下去 沒有 沒有 這在講獅子裡 有一個口號 所以大家要知道 這邊講的那些 靈環條件是什麼 是長久就有一個折療 今天又有碰到一個 嚴重的感染 這個點上 他就是什麼 他就符合這個條件 好 那吸肺復甦術 就是大家常見 就是我們看到這些 維持生命治療 吸肺復甦術 就是 就是所謂的 插管壓縮電脊 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這些 那 肋骨是不是一定會斷 肺是不是會怎樣 或感臟 這個 這個就是 肋骨是一定會斷的 那其他 是不一定的 肋骨沒有 不斷的 肋骨不斷的壓什麼 年輕的可能 比較不會斷 如果也比較年輕 那老的是穩斷的 都是 飄飄飄飄飄飄飄 一定是穩斷的 我們在壓的時候 就知道它斷了 對 我們在壓的時候 就知道它斷了 它穩斷了 然後 再來就是 機械式衛生設備 就剛剛大家提到這時候 剛剛那條影片 我就會講 這一個不是什麼 書學也是 書學 這某些問題 現在你知道 書學它不能夠把這個人 救到正常 只能救到 活命 那就又變成維持生育 主要是它的 疾病 這個 Underwine的這個疾病 它的這個狀態 是最重要的 那像洗腎 癌症的治療 含電機病炎治療 像某情況底下 在這些特別的條件底下 它就變成維持生育治療 就是 它變成維持生育治療的 重點就是 反正我治了 它也不會好過來 它只能延長 它的這個狀態 繼續維持 所以就叫維持生育治療 大概是這件事 所以如果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非默契的病人的 癌症治療 那就不叫啦 那就叫什麼 就叫救命 就是可以治癒 甚至可以治癒一個 像有些血癌 它是可以治癒的 所以你不能說 說癌症治療 就叫維持生育治療 不是喔 那種緩解性的 或是沒有任何的 太大幫助的 這些治療才算 好 抗生素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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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多說 好 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醫療權盤 它叫什麼 叫做人工癮癢 跟流體胃癌 它的定義就是這樣 透過導管 或其他侵入性措施 來餵養食物跟水分 反正就是想侵入的東西 包括 這個這個這個 這三類 包括 異胃管 肌脈出生 胃躁管 這三個就是我們在談的 三個東西 好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怎麼樣去判定這些 要怎麼樣去判定這些 就是 人的狀況是屬於末期 這個就滿重要 為什麼 因為這些臨床狀況 臨床分離條件 大概就是 會有一個嚴格的判定方法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要專注一次確診 第二個要什麼 要兩次的 談對會議的確認 所以這樣子的時間 大概 我一般估算 如果要執行AD 大概都要經過 將近一個禮拜 好 將近一個禮拜才能夠 直接接受 所以這個東西 絕對不可能到急診 就是急診也是說 啊我們來執行一下 就直接 是不太容易的 不太容易在急診 所以 這個一定是到病房 這一定是到病房 很難在哪邊的情況 那也可以從這裡面 就知道說 這個啟動也不是隨意 它是什麼 是滿嚴禁的 當初在法規上定義的 就是要有嚴禁 那它的標準 有五大聯堂條件 我們開始講 這五大聯堂條件有什麼 有五款 然後第一款是什麼 第一款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 末期病 末期病呢其實它指的是什麼 它指的是 目前得到這個病 是不可以醫好 而且短期內 會到死亡 不可能醫 一個病醫不好 短期內會死亡 短期內會死亡 就是三到六個月 所以這樣子的疾病 我們就叫做末期病 那包括癌症 或什麼 發生肺癌症 包括這個腦心 被感染 這些衰疾 這些東西 我們就把它叫做末期病 就把它叫做末期病 這些疾病 那這些告訴我們什麼 是告訴我們這個就是 大家比較熟悉的 現在來安寧 在照顧的 我們整個疾病 就是以這些問題 可是這些有一個很重要的 末期前面的重要性 就是這個 不然其實內病症 一定有死亡 不可以 那植物人會不會這樣 不會吧 對不對 植物人有可能會不會這樣 15年 15年 對不對 所以他就絕對不符合這個條件 不是嗎 他不可能等齊 會死亡 不可能 永久昏迷 會等齊 會等齊 沒死亡 可能會等候 集中度失智 會等候 應該是 可能會 可是大多數不會 我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我們再談下一個 好 那因為這次的情況底下 所以我慢慢讓大家了解 不可能逆轉的會死是什麼 不可能逆轉的昏迷 他有一些條件 那很重要是所謂的什麼 重度昏迷 重度昏迷就是大家知道 那個昏迷指數是 3分 3分就是最低 滿彈的重度昏迷 那重度昏迷 他有一些條件 這個大家有給我去記 只是跟大家講 他外傷非外傷的時間是不一樣 那再來就是 需要先進轉可以是 這些想法這樣可以是來談 但是我們就開始談 開始談 他的狀況是什麼 他的狀況是 永久的昏迷 那至少多久 不管他是外傷非外傷 至少多久 他的這樣的狀況 已經至少三個月了 就是一個人躺在那邊 眼睛都不張開 完全沒有反應 給他疼痛 例如說像他在那邊 我給他 我給他稍微抵抵一下 他完全都沒感覺 那他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談的這個 這樣的狀況已經三個月了 完全都沒有洗牌 我們才會去 我們才去做這個牌照 那這跟植物人有什麼不一樣 大家想想 剛剛前面那個 昏迷的人跟植物人有什麼不一樣 大家知道植物人是什麼意思嗎 那我們跟植物人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昏迷 集中的昏迷 跟植物人的不一樣 對 就只有眼睛會張開 怎麼有人會知道 對 植物人 對 所以你在創事工作 植物人 只有擦這個 眼睛會張開 他怎樣 他不會看你 他不能看你 他只要一看你 就不行了 一看你一個叫什麼 一看你就不叫植物人 因為他已經能夠看到你 他能看到你就代表他有 有一個自主意識這樣 他就不算 這個也是很麻煩 這就完全 所以就是 他只要能夠追蹤你就沒辦法 眼睛能夠追蹤你 他就不叫什麼 就不叫植物人 所以植物人的狀況 其實大家可以想想是什麼 就是 白天的時候他眼睛會打開 然後五神 然後晚上又會閉起 他只要有這個動作 他叫植物人 那植物人一樣是什麼 三到三個月以上 這樣的狀況 至少要三個月 才叫什麼 他叫所謂的 永久植物人 所以我們現在談的是 永久植物人 三個月的這樣的狀況 都永久植物人 那永久植物人 都從他變來 你會知道嗎 永久植物人 大多數都從 集中度 的恢復期 來 所以集中度 就是那種 那種 那種 前面我們提到的 不可能逆轉的問題 這一群人 他 持續性的 重度昏迷 他其實很難超過三個月 都在這個狀況 大多數人 要不是在三個月內死亡 就是在三個月內轉成 這種狀態 永久 就是轉成植物人的狀態 那轉成植物人的狀態之後 還要再多久 還要再至少三個月 非外傷三個月 外傷六個月 對大家 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外傷要六個月 為什麼比較久 這個是統計的關係 因為外傷 他初期很糟 可是之後的恢復前能 比較大 所以腦出血 跟腦梗塞 他就是 恢復就不太多 有的腦出血看起來 一開始很嚴重 可是之後恢復的狀況 還不錯 所以這就是跟大家 就是 為什麼外傷他會怎樣 他會觀察其他人 外傷他醒來的機會 或是什麼 可能時間會拉 會跟所謂的什麼 非外傷活動 好 那第三個 第三個月 是什麼 集中部獅子 那又很奇怪 看起來又很像 永久性昏迷 那就是 持續性的昏迷 還是說 永久植物人 那集中度獅子 這有什麼差異 你看到嗎 他有意識障礙 生活無管這裡 不能學習跟工作 然後符合什麼 重度獅子的條件 還有這個 光能心平庫打氣的 我們來看一下 是什麼 因為這上面沒有行 我們不知道 好 集中度獅子 重度獅子症 它就是 所有的日常生活 都需要他人照顧 就叫什麼 就叫重度獅子 可是他是清醒的 還是昏迷的 他是清醒的 他眼睛會張開 會不會看你 他會 他甚至可能還會打你 所以他絕對不是智慧 那另外一個感覺是 他要七分以上 七分是什麼 他喪失癒的能力 然後不能走 然後沒有辦法自己做 不會笑 不能支撐頭部 可是他沒有講到一些事 他可不可以吃飯 沒有講 對不對 所以代表 這樣子的病人 是可以吃飯的 不知道 然後把他 不知道 然後我的湯匙 從他的嘴巴 餵下去 他就會等一下 就是張嘴 然後沈下去 你知道嗎 當時叫植物人 不叫 也不是問題 對不對 可是他的生活已經怎麼樣 不完全需要他的照顧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講的這三類病人 從集中 從昏迷 植物人 到獅子 現在講什麼 為什麼這三類要分開 大家知道嗎 這樣 大家有解 因為他 因為他放的越來越快 因為他放的越來越快 放到集中素 失智就已經到 還可以吃東西 我們都 符合什麼 符合這個 符合這個 立場條件 符合立場條件 就是 我可以 撤除他的 衛生醫療 還有撤除他的 鼻味管 點滴 還有各種患物 跟威脅 我可以停止 然後我可以停止 好 那 第五款 第五款就是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痛苦難一點的時候 第二個是疾病無法治癒 第三個是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這三項 這三項 就是我們談的是什麼 第五款 第五款目前裡面 沒有任何疾病 在今年中會開始 讓很多的學會 或是那種 協會提出申請 可是目前就沒有任何疾病在裡面 那其實慢慢就會增加 還有三個條件 要俯瞰這三個條件 才可以 好 我們來談一下這個 簽署 簽署的過程就是這樣 我們 剛剛的智商就是要跟大家談這些 五款聯合條件 哪個 等等 那第二個就是要欠什麼 就是開始寫 我要什麼 不要什麼 我要什麼 第三個就是上傳 第四個就是定期 大概就做完這四項 就好 大家只要做完這個 寫完二 三跟四都有人 那另外也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要找委任代理人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因為他要拿二十歲 而是這個人他可以 他是一個很重要 我們最後再談 就是如果你簽署完這個 最後要執行醫療決定的時候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跟醫生 就是團隊 溝通和橋樓 所以這個人不要亂找 這個人不要亂找 這個人不要亂找 不要隨便找個人 不要拉馬蕩也要問代理人 你要先確定他可以依照 我最大的利益 好 這很重要 那 結任的條件當然就是 你不要他做 他就不能做 他不想做 他也可以不要做 然後 他路邊的私事生 他也不能做 然後還有一些 可能跟你有一些利益衝突 我希望他是你的遺產繼承人 然後我等我 就先 不要特別的小心 好 這一張我覺得最難講 所以我還是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一張是什麼 這一張圖很多嗎 這張圖很多會在講說 你都簽完了 要怎麼改 就這樣 簽完了要怎麼改 我說幹嘛跟大家講 可是你沒辦法 我們就稍微講 就是 簽完要怎麼改 如果你 這是分健康跟生病 生病就是已經 已經在那個 情況底下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那種就是末期病 或是五彎條件 已經在那個情況底下 或是 或是還沒有 健康的時候就是什麼 你簽完 就再跑一次 好 就足跡啊什麼 好的 沒關係我現在用不到 已經生病了 要用到 就分兩條 分兩條 實在是很複雜 我建議大家可能 不要看比較快 也看不太大 我先跟大家講 簡單講就是這樣 反正就是 這個法規都是要你活 我越救越好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本來是寫 不要救 然後改要救 那要怎麼樣 不要救改要救 是要註記登記在聖校 不要救改要救簽 好就媽媽給你救啊 因為你本來不要救 不要救就是我放棄了 我都不要救 我現在要救 又叫還要給你什麼 什麼登記什麼 那不就死了嗎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簽 我馬上就救 那如果你是要救改 不要救呢 要救改不要救 很抱歉 你就慢慢的給我 這個足跡變更 上船 全部都弄完 我才說 好啦已經過一個禮拜 可能我就買你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好 就是以 讓你活最久的方式去思考 好 就在講這兩條 因為如果你生病 好 那這個我覺得是蠻重要 我跟大家講 不是說大家都簽了 我是跟大家講 其實這法規是很保障 你要活久一點 大家不要覺得說 這法規是要讓你 什麼快點死 什麼 節省醫療治療 什麼 一直在思考 其實都是大家都在思考 怎麼樣讓人可以 不要隨便的 讓這個生命消失 我覺得這很重要 所以你看連這些細節 都有考慮到 好 啟動就難了 我覺得啟動 總是我覺得最難 我還沒有啟動過 因為今年才開始前 可是我覺得到時候 要啟動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很難 可是我已經準備好 要啟動 對 因為我都在跟我病人 做討論 做討論什麼 這個又講得比較簡單 例如說你看他 他疑似佛 疑似這個條件 我覺得他可能已經疑似了 已經符合這理由的條件 我就找專科醫師 來給他確診 開兩次會 我果然就符合了 他是默其病的 不肯定整個昏迷 擁有植物人 激動物事 或是其他公告 我終於 這件事情我已經做完了 做完之後就開始說 然後就這樣 就拿著他的業力說 欸 你媽媽說不要救 然後就這樣 明天把他拔掉 後天找藏醫師來 我都幫你想好了 後天就可以 大後天就可以出院 這樣子 全部都好了 是這樣嗎 馬上兒子就跪下來 拜託 我媽寫那個都是狗屁的 我都不管 你就救他吧 救他 那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我想說這個情況 我就難過了 我就說 當初來簽的時候 不是你簽的嗎 他說對呀 可是那五年前的事情 我那時候沒有想清楚 現在碰到我 我不要 我管我媽簽的時候 我把他死掉 我要救他 救他 而且我就說 我媽媽這樣子 什麼 咬我一輩子 什麼 我怎麼可以在這時候放棄他 說可是是你媽自己簽的 他說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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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當初沒有講好 我沒有 我沒有把他挽回 我那時候講話 講太少了 我要 我要治療他 那你媽怎麼辦 我就想到就這樣 等到就說 不行 你媽都簽好了 這是聖子 就是要給你執行 明天我就知道八關 六點 過來 在裡面就拔掉 這樣 我會給他來點麻煩 讓他不會喘 一切都照著這個安寧的這個 六成 就讓他幹下去 想說怎麼 可以 可以 可以這樣做 可是他有簽啊 他媽媽自己簽的 不是說不要跪下來求你 我就覺得很難 我說簽的 簽比較簡單 我覺得 對 我覺得簽比較簡單 我現在覺得真的簽比較簡單 我覺得很難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其實很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你的醫療和人帶人 醫療和人帶人 就要能夠跟什麼 跟醫療團隊做一些討論 然後 你們簽的是什麼 你們簽的就是一個意象 我有一個意象 我希望我都 你要 你希望我 可是經過醫療和人帶人 跟我們討論之後 可能會變成 我們朝著不要救的方向走 可是中間可能會不小心 再救一點點 的感覺 走完 這條魚 可是最後可能還是 至少我 我不會說你不要救 我就給你 就是給你弄下去 然後給你救一輩子 我是不會讓他最後這樣 最後的ending 最後的ending 是你講的不要救 可是前面可能會有一些什麼 會有一些岔路 要走完 有些是因為你兒子都歸下來 我實在是不能就拿著這一招 說你這些聖職喔 就這樣幹 就這樣幹 法律的護照 說你一定要照你這個幹 不能這個幹 我給你轉院 說你不給我幹 把你轉機起來立場 要這樣弄嗎 好 這個我覺得很難 我這樣跟你們講 是因為 我光想我都知道 所以我在前面做 智商的時候 我就要避免這件事 所以我在做智商的時候 我最常講的話就是這樣 兒子啊 你要不要勸你媽救一下 跟你媽怎麼講 跟你媽怎麼講 救一下 她說不行啊 我媽就說不要 不要不要 你還是勸她救一下 勸她救一下 至少限時治療 你們知道什麼叫限時治療 第一個是 學一學 然後第一項就是 我什麼都不要救 是第一項 第二項是什麼 我限時治療 例如說 插管 我不要救 可是我可以限時治療 你可以插我兩個禮拜 如果我沒有她的老闆 這叫限時治療 那通常是這樣 我最近我的做法都是 我都是鼓勵 加速 拒絕她 都不要救 這很煩 我自己是很煩 明明人家來 又是不要救 要救還來簽什麼 要救就不要花錢了 還要花錢還簽 簽了一個說 我全部都要救 這不是很奇怪 那就不要簽就好啦 簽也不用花 不是很好 可是我後來覺得 這是一個溝通很好的過程 尤其我看到那個女兒 看到像我 像我第一次做這個時候 我們在談 就是我有一個失智的病人 她很堅決說她都不要救 然後她女兒也是覺得 對媽媽說不要救 我就覺得 結果她媽媽在簽那個時候 每個都勾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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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完了 她女兒就哭了 媽媽你要不要救一下 下面還有那個 可以勾一下兩個禮拜啊 好不好 比威館兩個禮拜好不好 對媽媽就說不要 要死了還救什麼 不要 兩個禮拜啊沒關係 試一下 你這樣子勾我很難過 我看了就難過 我還沒到那個時間 我已經快哭了 好不好 對 就是這樣子 可是那那個 那個是一個什麼過程 就是所有人在說服她的過程 在這個加速她的心裡面 什麼感覺 我講過了這件事 我在我年前我講過 我跟我媽說就是 要叫她這樣子 我已經跟她講 我也在那邊哭過了 我也缺過了 我逼她了 可是她都沒有辦法 都不要到最後 病人都昏迷了 也不能改了 這個時候你跟我講 叫我媽起來 她可以講她要救我 我會說服她 我說你要把我逼死 當然有意思嗎 集中部失智 還叫我把病人弄成親信 跟她討論ACP 然後再來變更助盡 然後再把我逼死 我說你要逼她 就現在逼 不要未來再逼我 所以我就是逼她們 要問她這個問題 如果你不問她這個問題 那你未來不要再問我這個問題 因為這我也 可是 我就說這是ACP 我不在談的一些 一些感覺 不太要 就是一次一次談 我就覺得 我要開始逼迫家族 去逼病人 就犯法 那有什麼好處 這個過程是個什麼 是個全家人溝通的過程 那第二件事情 我想過 我看到一件事 這個沒有出席的家人 都是我最害怕 她就跟我說 我有一個兒子 我跟你講 那個兒子沒有用 都不來關心我 不用找她 我說 你們真的不要告訴她 不用告訴她 我簽了就算 我女兒有來啊 可以了 兒子不用管她 我說 那她之後會不會跳出來說 要拜託 她說她敢嗎 我都簽了 你不會保護我嗎 你們知道我們要保護她 我記事 我們要保護她可以啊 可能就看誰比較硬啊 我所謂的硬是什麼 我以後想要一個會遇到的例子 我還沒有通過 可是我有個病人找到網上 她不是在ACP時代 她不是在DMR時代 她不是在DMR時代 我有一次去那個公館那邊 那個市場有什麼市場 然後我沒有問題 那我結束之後 都不來問自己的問題 然後過完之後 那個阿姨 我最後就是一直回答 我最後就有一個人 跟著我一直從網上 一直走下來 然後我們到那邊等公司 和啥子 那她跟我講 她跟我講 她先生就是 好像是一年多前 她常來就是轉移 然後過世這樣子 那個時候她轉移的時候 已經是過期了 然後她就問 就問她太太 她太太跟她先生 他們兩個就決定 就是什麼 走愛女 意思就是說 她不要開刀 也不要用愛 就不要用什麼 化療什麼都不要 半年以後就死掉了 那死掉之後 她兒子就非常悶遠 她兒子在大陸工作 每個月子 每個月 大概好幾個月才大陸工作 她跟他媽說 就是你幫她切愛女 我看不到我爸爸最後你 然後後面多久 她就是 她媽媽就跟她說 我也要去簽那個 你知道那個 你知道 跟社工調一張 然後簽一簽 就去給付籍的人 她說她也要簽 她兒子想什麼 你知道嗎 她這個就是她我的問題 她兒子說 李玉簽啊 沒關係 到時候你要是 重病的時候 要安寧的時候 我就會跟醫生講 叫她救到你 那她爸爸說 可是我有簽啊 她應該不會救我啊 她就說一句話 說什麼話你知道嗎 這就是她 你沒有想到 有沒有誰知道 換過來是專業的 對 她說 我就告她 謀殺 怎麼樣 我看她是聽你還是聽我 反正你都婚禮了 她也沒辦法處理 我就說我會告她 她只要把你搞死了 我就沒有救你 我就告她謀殺 是不是 大家有覺得這個意思嗎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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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誰會贏 你覺得是你簽的那個AD會贏 還是一個要 一個活著在那邊 精神氣力很旺盛的時候 要告你謀殺 就是誰會贏 誰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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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很累 就像她告不贏 你也很累 你也要給我意思嗎 她告不贏啊 可是你還是要跑一趟 才能跟她說她輸了對不對 這中間 該花的錢 什麼時間 精神 而且你受創 太多事情要處理 所以我就說不行 不行 你說你要找你兒子出來談 不能自己切一切 那我可以跟你兒子好好談 我也是這樣的 她的ACP我最怕什麼 我在ACP的紀錄上 我就加一句 誰誰誰沒有來 因為她媽媽說 我這個兒子 有什麼事情 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建議她 AD千萬成為 一定要自己推給她兒子 要罵緊早點罵 趁她還變 在溝通的時候再來罵 不要最後變成重度 再跟我講說 她當初都不知道 有沒有罵過 我說你一定要讓你兒子知道 我會最重 如果她都不知道 我覺得不會這麼快 她就讓我們拿到這個 就KT過日子 為什麼 因為你KT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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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不照顧家人 不代表她 要讓她死喔 這沒這回事喔 可是要把她留著了 是不是 我管我留著的理由是什麼 反正我總是有些理由 要把她留著 我不知道 她說她都不關心 我一定不會管我死活 可不一定 她可能非常在意你的某些東西 不是你要死活 她還是希望你留著 對不對 對啊 你們大家都知道 心有七七年沒感覺 所以我覺得很難 我講到這個執行 我的夢在想 然後 再來就是 這看起來很簡單 這一條很簡單 什麼尊嚴善終 我看會不會是這個樣子 沒有看好 就沒有尊嚴善終啊 幹嘛 笑 這真的啊 這沒有什麼尊嚴善終 全家人沒有搞定 這最後一點就不是很好 不過很好 提供環醫療照顧 這都沒有什麼 這都沒有 這也不是說沒有什麼 對不起 應該說 這都不是會被告的東西 就只有前面這個 是比較慘的事情 是比較慘的事情 好這個我不用再講了 這是很重複的 好環醫療 環醫療是像這個 四圈照顧 五圈啦 你看那是五圈 現在多一個圈社群 那全人全家 全神全隊 是當然就是 現在談到社區 就是談到居家 那四道人生嘛 好 那些道歉道歉道歉 是一次要更早談嘛 因為 在晚台其實 他也不知道你是誰 也不知道 跟他的道歉 可是 這個我都鼓勵 我的家人要早點 就是是真的 家屬要早點談 就行 環醫療就是 症狀環節性 症狀環節性 增加生活同學的照片 好 有人會說 那不給他吃 是不是餓成這樣 這個真的是靠到我 他問我 昏迷了會不會餓 昏迷了會不會餓 植物流會不會餓 所以我以後ACP我就會說 你變成植物人 你會不會關心你餓不餓 我發現這個才能解討 你了解我意思嗎 他問我 昏迷會不會餓植物人 不會餓 我實在是不能回答 可是我沒告訴你 你媽知道 她昏迷的時候 她不在意餓不餓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嗎 這樣子可以嗎 你有聽到嗎 你媽當初說 都昏迷啊 你還覺得 問我這種問題幹嘛 這樣子是不是可以解討 要不然我真的可以幫她解討 我怎麼知道她會不會餓 真的把我逼死了 我覺得 所以 所以我ACP還要多駕馭說 如果你昏迷 你會不會在意 你會不會餓的問題 搞不好有一人會講 不會喔 他說 要死也要保死 不能餓死 阿嬤 阿嬤有講過 我就說好 那你千萬不要拒絕這個 要不然會跟你的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宗教信仰 或是某些意志有抵觸 這個我會把你留著 沒關係 我們不要急救 要想電急就好 還是還是 還是可以放個鼻尾管 如果你很怕餓的話 保證你 保保得到最後一坑 你餵吃不下的時候 就不要餵 你只要餵 罐罐的下 保證那裡豬子保保 這樣可以嗎 我們做得到嗎 做得到 個人話找路 對不對 所以你要講清楚 欸你們真的不會覺得 有人不能餓死嗎 真的有 真的有 你一定要問清楚 要不然你會把他這個拿掉 他會很遠的 好 好 那而且我們還開玩笑 你們這些人 這真的 我要問 真的我要問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然後更重要的是 我們看這個 吸引手工餵食 什麼東西 就是 就是 其實大家不要想 我把這碗子不是不給他吃 我會給他什麼 他如果嘴巴可以沾 我就沾一點水 給他 嘴唇 他如果嘴巴可以吃一點東西 我也放一點東西 給他吃 他不想吃 我完全不給他吃 那像昏迷 植物園是不能吃的嗎 那其中午室是怎樣 可以吃啊 可以餵他 他想吃一口吃一口吃兩口吃兩口 我有一個病人 他不是獅子 他到晚期就是摔牢 摔牢 那他女兒也不想讓他到醫院 他就中午女兒越差 每天吃的東西 從零 三十到兩百 大概這樣就是Rage 活了多久 你知道嗎 那個病人活了三個月 每天最多不吃超過兩百 有時候完全不吃這樣 超過三個月 那來醫院的時候 兩天又死亡 本來他不送醫院的 我也誇到那個時候 因為他爸爸太長 他看不下去 他覺得他在教醫院 不然這麼長 他覺得他好可憐 他一直說也對著一點點 那時候他醫院之後 給他養氣 他就祝福了 然後 那個晚上一過 隔天又死亡 所以其實這時候一天 也沒有擦完沒有什麼 然後就過失控 那這中間 他都沒有用的 有一個摸摸 他想吃什麼 他就給他吃 一顆櫻桃 什麼東西一顆 一顆果仁 一顆什麼 每天他們過 很痛的三個月 所以是什麼 是可以吃的 不要覺得你拿掉 他就會想要麻煩死掉 謝謝 一吃不喝 可以活多久 你知道嗎 完全不行 一滴水都不喝 可以活多久 七 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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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那個稍微久一點 一半 對場不超過兩週 一半大概七 七到十四天 完全不是 可是那個是什麼 健康的 人 但是生病的人 就沒辦法 也許十二小時就死 也許 不會是十二小時死啊 十二小時死 跟吃都沒關係 這本來就快死了 大概也會死 如果他十二小時再死 我們應該不會死 不過因為那個 他本來就是拜託生要死 有很多方式 這也是跟大家講 其實這種餵食 有很多方式 可以讓媽媽怎樣 到最後一顆 都可以吃東西 到最後一顆 每次看到這個我就想不到一些事情 就是我有一些病人 我有個私人病人 他本來突然有點髒 他就被放在鼻子裡 然後後來 我跟那個 那個遠之教師討論 我們決定 覺得他還不錯 就把他的鼻子關 就拔掉了 他就可以開始吃東西 我會搶到 還OK 然後有一次就是 他們希望沒有外食 吃東西 那平常是女兒會跟 那一次女兒沒有跟 因為女兒有食材沒有跟 那 就那個 那個餐廳的那個位置 就送上一盤 那個阿媽出來吃 有什麼那個 薩西米 是女店 到那一天 阿媽就拿起她筷子 就夾下去 就跳下去 把他撕進去 對我有寸袋子 出出的事 對 臉又黑掉 又倒地 就這樣 對身體被搶 然後 現場沒有人會急救 只要他們來 六分鐘 演過 十分鐘 就開始急救 然後 就 就插管 那急救 把身體被弄出來了 然後怎樣 心跳又回來 衝到醫院這樣 就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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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到交付女王的三天吧 就死亡 然後問你們 當初要不要讓他爸放給什麼 你們覺得當初要不要給他爸這個 放著NG阿 餵牛奶阿 就蔡也沒機會是生理店 保證你對佛林會是有一點想法 是不是 你們應該同意吧 我不 我 剛剛有個重點 不是不會嗆到 牛奶 一流 也會嗆到 一樣會死喔 可是我講的時候 他保證不會被生理店 嗆到 因為他一輩子都再也沒機會摸到生理店 對不對 這個大家同意嗎 至少不是生理店害死 對不對 好 那你們覺得呢 你們覺得是要給他爸掉 吃生理店嗆死 還是要讓他放著鼻味管 就這樣子 這樣子保護他 大概你們哪一個比較好 吃生理店 吃生理店 你們這間是吃生理店主的嗎 然後我們那個 因為那個 因為就是 王冠 他最後還是會 就是他會 他會 然後不想 他就會 很開心 另外有些感覺 他會 會 對 可是其實 其實我們 原價是做了一件 更讓我覺得驚訝的是 因為 跟我們有一次要去演講 我們就要收集這些歌 他就跟我說 對不起 我去問他一件什麼 他後不後悔 好不好 我說你問得到我 那你覺得 可以 我就可以 他就給我跑去問 我去問還沒關係 他說 有一次 我有露營 你要不要看一下 我說這也實在是 這也實在是讓我太驚訝了 他就露營 然後就是露營 那家屬願意讓他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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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女兒講什麼 那女兒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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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女兒說他剛唱到那一天 他非常的後悔 後悔不是 不是巴迪了他 後悔是他為什麼沒有 跟你去吃生頓戰 他說他生餘片 又不是第一次吃 他每次都會幫你解消消 沒有完全叫一次我去吃 然後 他兒子帶去吃的餐廳 他跟女兒在不在有什麼關係 女兒在會幫他剪一剪嗎 他會幫他 就沒剪嗎 生餘片他會給他吃 可是他拿來做 他知道他媽媽一次生餘片 都會把他剪的小小塊 再一塊給他拿去 可是他兒子沒有啊 對 這家人會在就職進去嗎 結果女兒可能會剪 不知道 他媽媽都會給民手快 就還 就直接就進去啦 可是他女兒可能會怎樣 就把他打下來 因為他知道 他吞嚥過得不好 可是他的家人都知道 他剛剛才在跟他練唱 才跟他拔 沒有沒有拔很久了 拔很久了 拔了一年多了 拔了一年多 不是剛拔了一年 拔很久了 已經讓他自己吃很久 對 然後只是每次都女兒有根 所以 這些問題其實也沒有出現過 他也有一直減長 對 然後他就說他很後悔 他沒有跟著 他很自責啊 他很自責啊 可是他最後講了一句話 他最後講了一句話 他說什麼 他說 他說 嗯 嗯 可是不然啊 他沒有後悔 因為我沒有問他 有沒有後悔發病 然後他沒有後悔 他說至少我媽走的時候 是吃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因為他自己家的啊 自己家自己在的 又沒有問題 醫師對不起啊 我聽你這個敘述 我覺得問題是在別的家人 沒有分擔照顧的責任 你光看這個女兒 這個女兒不能二四小時跟他 這是不合你的要求 事情關鍵是真的 嗯 別的家人在一起 別的家人沒有分擔這個照顧的責任 對 那女兒就不應該自責 自責啊 對 而且你是差短已經一年多了 對 事情要講清楚 已經拔掉一年多了 沒有 可是 我在這當下 我也不會去做這件事 因為人都走了 要怪誰 就這個家庭來講 我絕對不會去怪她的就是說 你為什麼讓你媽自己吃 我不會做這種事 我不會去做這種事 因為這個時候 全家人都在難過說 你去捧這個要 沒有用 這只能預防 是事先能預防 你事後根本就非常難去談這件事 你談這件事 很痛 所以 這有點像 我們在這邊 可以考慮這件事 可以這樣說 可是其實 面對他們家人 我們其實也說 就是要安慰他們 要做這件事 我要這樣一年多資格 不是說 馬上 是 一年多 真的 嗯 可是大家也可以更好 就是 對 然後這個 大姐講這件事 所以大家要注意 如果今天聽完這個 請注意 要給他吃可憐 可是請注意這件事情 好不好 這也是我們覺得 從這中間我們要想到的事情 好 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還有 兩個 三個 可以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摩奇照會有關接送料理 好 是這樣的一個病 其實簡單講就是 他的腦部門會 惡化 照護需求 跟這些 依賴 或這些風險 其實蠻多 那這個疾病 他的照護是這樣 他的這個 得病到死亡 這個時間 已經是9年 可是他的時間 很分散 可能從3年到15年 是一個很分散的時間 然後死亡風險 那我們在談這個 思真是什麼 思真其實就是 智能的 快速退化 每個人都會退化 你老子就會退 可是他的速度 就是快到 超越強強 早摔 每個人心理上 不功能 早摔 可以早摔 那思真跟我們有 這三大類 包括我們什麼 認知 經濟行為問題 還有活動 就是這個慘大傷 那這些我們談到的 認知功能 經濟行為問題 這些可能 會有這些狀況 好 那尤其這些狀況是怎樣 在整大的前和後 其實 都會有一些時間 會出現 所以我們現在談這些事情 那第三個 就談到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這個原因是什麼 老部分人可以的話 有些行為問題 然後到晚期會怎樣 不容易會上去 所以我們剛剛談這個 失智症 到底嚴重的時候 會怎樣 會不太能夠講話 不能夠自己做起 然後深夜 或是連口都談不起來 等等 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來談這些 活動動的 對方 現在台灣 台灣現在就是 現在我們大概 失智人口大概是 今年應該是 推估最新的 又講28萬 到去年底是講27萬 最近的資料又 推估又是變28萬 28萬 那未來呢 未來150年的時候 它就會到93萬 這是一個很恐怖的區域 我們現在28萬都還沒辦法 全部就照顧 都不要講 未來就是93萬 那失智它這個疾病跟死亡 有什麼關係 我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這個 死亡都要談 會不會自私 我們就會談一點是 就是死因抗激 如果死因抗激在裡面 應該就是會死亡 大家先從澳洲看 澳洲的施政 它在史拉斯里面 2007年 在第四年 第一年 第三年 第二年 英國呢 英國在1990年的時候 是第一年 在2013年的時候 是第三年 美國呢 美國在2013年的時候 是第六年 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這些國家都 包在史拉斯里面 包在史拉斯里面 台灣呢 台灣不是史拉斯里面 可是在台北市的女性 意識點 好 在2015年的時候 台北市的女性 史拉斯里面 意識相對我所謂的死亡 所以其實我們慢慢的在 在有意識到這些事情 可是不代表我們台灣的 失智死亡率很低 而是 我們都把失智率 變成故道 不是失智死亡 大家有個意思嗎 因為如果照我們剛剛講那個 他們重度就 我講英國好了 英國的重度失智病人 可以抗生素 不建議用人物 也不要給他急救 這三個是在他們國家急救 所以他們病人可以怎樣 可以在死亡的時候 是因為失智的死亡 我們呢 我們沒有 我們給全套 所以最後就會變成 上面看到什麼 肺炎啊 腦中風啊 糖尿病啊 腸腫瘤啊 對不對 大家有這種維持嗎 所以我們不是 失智的死亡率很低 而是我們會把他 顧到長別的病才死掉 他會是肺炎死掉 而且他病死掉 所以他的死亡 基本不會是什麼 不會是失智症 所以我們的失智症的 盛行率 人口分部 都跟國外差不多 可是我們的死亡率 我們的死大死因 就很少是在台中的失智症 這是一個概念 一個是照顧的概念 第二個是 也很少人會把失智症寫成死因 那這個都是我們現在在推動的 從台北已經把 失智這個死因 已經排到第十年 就是讓台北這一塊 是走得比較快 就是醫生對這個的概念 是比較有概念 那莫裡失智的死亡 原因是含症性 第一個是感染症 就是最常見 因為後的低下槍 和營養不癢 所以我跟我們摔隊的 立下降 那這就是我們談到 這個常見的狀況 那這個的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 他的這個死亡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系列下 導致的 我們最後還是可以 把這個病人 貴纳成失智 像我失智重度的病人 最後因為 敗血症死亡 我會給他寫失智症 我過一些什麼 過一些肺炎 因為如果他沒有得失智 他就不會嗆咳 他不會嗆咳 全部會有吸毒性肺炎 也不會 更不會敗出症 所以我就一路 從這個肺炎 然後第二個就是 就會給他寫 他 然後 就會從多種器官衰竭 寫 然後寫 吞嚴困難 最後我就會 找失智 大陸他的最後死亡之段 那當然沒有很多其他的 其實都是 老人家比較常見的問題 那我來談談這 這三塊 我覺得這四四三塊 有點讓大家比較 失智症的目擊 效果大概真的不一樣 失智症的 你看第一個 這個目擊前面的問題 這個其實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說 這些事情就是跟我剛好講的 有點像不一樣 可是他告的是什麼 告的是我 告的是他的 弟弟的妹妹 一樣的方式 他說如果你們不給我管管 我就要說你們謀殺跟遺棄這樣子 這是什麼時候的東西 2006年 那時候哪有什麼病毒法 沒有 安妮也才剛那一種而已 這些事情其實跟病毒法是 非常難的方式 第一個是 他這樣 他自己說不想活下來 是不是 符合他的那個 簽署病毒法 在這裡 大家知道沒有 因為他沒有諮商 所以是沒有 好 那他是不是末期病的 是不是是這個末期 好像沒那麼嚴重對不對 只是不能吃 所以這件事情就變成說 就這個個樣來講 這樣子的個案 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 用病毒法的角度來思考 他只能用什麼末期病 他末期病的如果他 還不是末期病的 那個病人會出手直接接 就很難提 好 所以他不是個人的醫院 好 那我們就回到這一張 回到這一張 先來看看這些 這些關係 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大家都不知道 施政末期會死亡 我曾經問過 覺得末期會死亡 有些人都不會啊 施政不會死 這樣子 只是 腦部方都在退化 他不會死亡 那第二個是 為什麼大家會有這種感覺 是因為第二 我根本不太知道 病毒什麼時候會死亡 所以為什麼 集中度施制他很重要 他不是用末期來看 他用什麼 他用一個狀態來看 這個狀態可能 還會維持好多人 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跟末期是不一樣的 除了其實非常難度算的 第三個就是 要討論這些 衛生醫藥決定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HCP之上 應該要怎樣激躁 就我最早跟大家講 我病得一睡腫 我就跟他談這個 為什麼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是我最後 可以跟他談的事件 但最後就是這些 師生在破險案裡 有的很重要就是說 他們到晚期 都不太能夠講自己 不舒服的症狀 所以這個是我們 在離婚照路上 很容易忽悅他的一些症狀 所以需要看什麼 看非緣的照顧 好 所以在這個照路上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要提早 越玩越沒有辦法 第二個要什麼 要即時 就是要讓所有人 都能得到這些資訊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 叫什麼 叫團隊跟個關系 我曾經遇過一個狀況 就是 我今天 我今天 有一個病人 他說他不要放餘胃管 然後來住院 然後住院的中間呢 我們就是 盡力用不放餘胃管的方式 給他治療 所以我們會給他 我會給病人打臉皮 為了不放餘胃管 我感情就會給他打臉皮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 遇到一個 人般的 的同仁 他就跑過去 在他們裡面想 哎呀 鼻味管沒有什麼關係 放一下就好 他就有營養 有什麼都很好 明天 跟主持續講一下 就放個肚子 要不然你要把他餓死 就這樣子 昨天之後 女兒就跑來跟我哭了 有意思 我是不是把我媽媽餓死了 昨天那個護理師跟我講 我會把我媽媽餓死 是不是真的 怎麼辦 你知道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就這裡啊 就是團隊啊 照護團隊沒有什麼 沒有校正 那你覺得什麼事情 所以從那以後 我就開始 就是 我病人如果無況地會晚 我就會寫衣服 然後通告 全部整線都要照著我的這個 去照顧 千萬不要讓病人家屬照 你覺得很痛 我就問他 你放了鼻尾管 你就是希望他明天 就可以起來跟你say hello 根本就沒辦法 他對於就是默契 這個狀況 那這個狀況 你放這隻鼻尾管 你延長的是什麼 延長的不是任何對這個病人 有意義的這個生意 那再來就是這些 判索啦 這個是蠻困難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要知道什麼 我們剛剛談的這個 我們要在早期的時候 知道他的方向 可是不是要叫他一個一個去勾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就講 到了晚期 遇到問題實在太多了 我就講 比前面都談好了 最後有個家人 跪下來求你救他的時候 這不是他勾的東西可以處理 那再來就是這個 醫療為人代言很重要 所以我說選醫療為人代言很重要 你要選一個 能夠幫你跟團隊溝通的 而且他知道你真實的想法 那再來就是參與啦 參與就是我們希望病人可以參與 那其實最簡單的問題 是要及早告訴他 那再來就是整個照顧的環境 好照顧 都要做好的整個準備 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這個 這個講的是整個照顧的團隊 心智能力判斷就是我們在談 大家都會疑慮這件事情 他們有沒有完全行為能力 不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那其實就要談這個 什麼是最後的實質 那其實只要判斷這件事情 要注意這件事 第一個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做這個判定 第一個要判定就是說 他有相關疾病 有相關診斷 我們才需要做這個事情 這就講這個 甚至有些東西 會贏到大家來做 實質就是這樣 那如果有影響 那如果有影響 是不是有能力做一點點 就要保向的那個人成功 我們才給大家看一下 理解思考表達是三個東西 人能夠說他有思考 就是第一個要能夠理解 第二個要能夠思考判斷 第三個要能夠幫你想的東西 跟大眾講 所以理解思考表達是很重要的三塊 知道是什麼 能夠做談量 能夠表達 那這三塊就是我們在談 他能不能做決定的 的關鍵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不是讓他獨立完成 理解 我會用各種方式讓他理解 我用圖像 影片等等 或是寫小抄都可以 思考 也是用各種 理喻啊 方式 讓他能夠去做獨立的這個思考 表達更重要 他如果只是講個人 我就要幫他講一些話 讓他什麼 那能夠 就算員工的上市 他也可以表達 所以這三個是什麼 不是考試喔 這三個是我想盡各種方法幫你 你只要幫得過 我就想說你OK 可以做決定 這樣才不會把什麼 才不會把這些 這些病人整個都排除 就是這個狀況 那我想讓大家知道說 私事的病人 當然他可能大腦受死 可能活動活動的上市 可是 這兩個是一定有的 然後 看你能夠知道什麼 那第二個是 他應該可以有機會去 決定他的一些 需求 那這邊講很簡單 可是也許他 再前進一點 他那種生死的東西 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決定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最後跟大家講這個 為什麼想要談這個 因為 這個是我覺得最難的 也是我們這三年來 我們一直在努力 我們在 我們在聯合醫院 一直在努力的這一塊 就是 我覺得最難決定的 你不是壓 或是插管壓手電子 這個也是很難決定的 我的所有病人 你別的功夫都要不要 可是 要不要放肥胃 為什麼是最困難 所以我們就 這些年我們都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 你到身生末期 退驗困難的時候 你要怎麼吃 這些事情 那吃有兩種吃嘛 對不對 一種叫什麼 舒適餵食 就是 就是 我們講就是說 少量多才可以吃 這個 就要不要再吃 我們還會提供 另外有些訪問都會吃 那 這個東西 我們在 我們在為了做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做了一個 一個 一個工具 就我們這邊遇到 就是 呃 衛服過的這個工具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可以嗎 這可以嗎 可以嗎 不好意思 這個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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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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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 很容易的拉一個 可以 可以 然後 再一個 這可以 我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安,今天還好嗎? 我剛剛還在吃東西,餵吃很少 不知道會怎麼辦理? 我們現在確實這個末期啊 我們其實就幫後來 確診後的上場幾分類的問題 和食慾的症 歡迎去方便 以前你們那裡有訪問問這個有別的嗎? 這個有別的訪問嗎? 以前是在你們那裡的訪問 你們如果沒有訪問問的話 我們會在你們的訪問的方式 一種就是這些要給你們監考這些 另外一種就是要監考這些 另外一種就是要監考這些的方式 再讓其他當初吃過好 也請問你媽媽再認識嗎? 我們現在整理性的觀念 將會出事的意思 事情好 可以在家裡連治療師 來幫助人訓練 關鍵這個動作 然後是請養師 來幫你調整食物 以及更多的樣子 就是你嘴巴吃過一些 什麼最新出的喜愛? 就是要吃的就是 我們用小大多餐的方式 那準備一些小型的食物 手可以拿的放在旁邊 你們想要吃的時候 就可以給他吃 不想吃 或是在學餐料的方式的時候 我們可能先放著 跟你們的餐盤 那現在讓你們覺得 吃東西是一件充實的事情 而且就是說 這食量真的太小的話 剛剛可能會有一點免費 好啊 會越來越重 那不就跟董事餵師做好了嗎? 然後管戶的方面呢 大部分人對他想像就是 吃得多 很剛好啊 熱量也不夠 但是呢 研究上我們看到 對於蘇智症末期的病人來說 管戶會是 畏部搞出這樣 他已經不遇 那病人可能要還是要 跟他創出一些肺炎 這方面的化現 那甚至我們為了 防止疑法管 然後把他雙手度約束 那對於人來說 我們是 因為 安理醫院 安理醫院之後 有超級別的 他的安理醫院之後 他要往前投入 所以 我們在馬上的生產 很期待 所以我們一起去看 都很難 我們今天有使用的 是一位管嗎? 那 管戶方面其實 還有另外一種 都會是會造的 那這種管子呢 它是一種 管戶 所以 我希望在外面 拿開口 他們的經濟地方 藏在衣服裡面 其實都會比較好 然後 這次 一位晚呢 他必要 他大概 你自己去換 就可以了 所以 你覺得 我們外面是從對方 私隱來做 我們外面之外 哪個方式 都放最好 嗯 我沒有辦法發明的 你覺得 但是我身邊都會這樣轉 到直接 那邊 如果繼續 用簡單定時的話呢 考書當然 你會更加舒服 啊 他可以進去享受 成績的樂趣 還有 因為他吃飯了之後 所以他可以增加 你會跳 那吃飯時的來源 就是 你要花時間 對他 花時間 就準備什麼難吃 管戶的話 比如考書當然 是壞書啊 方便啊 但是壞書呢 是 然後 如果 在家裡 可能在這個畫面 然後 可能他那邊做看法 那最後就是 我們適合管戶的人 來 幫大家看的 所以 接下來 有可能要 裝置 那就可以 自己上一個 其實 如果 沒多的知道 演藝 我們就這樣 那 可能這邊有一份 資料 它是真的 其實變得 進行方式 我們選擇 所做的一份 在你們分家的討論之後 我們可能會用 這樣 沒有可以承擔 有一點的答案 喂 這邊好嗎 嗯 對 你給我一個資料 可以去分家裡 好嗎 所以 我們的選擇 另外也是 我爸爸的選擇 真的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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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會看到幾個 一個是一個大親的演員 然後還有一個病人 病人是演員 然後我們臨時找了演員 我們本來沒有要給他演員 因為他都沒有開啟 所以我們不喜歡演員 可是我們臨時的那個 就找演員 演這個病人 我們本來是想要找那個大親的爸爸 直接來找 因為他爸爸就是 就是重目視者 然後他也一樣要把他演員 那就是裡面大家有看到一個 在那個位置 他為什麼沒有來演員 因為他那時候被演 就是爆炸的 那這個也是我們最後 就是爸爸最多的 我看到一個 見證的 爸爸很認真 所以就是 他每次都沒辦法 看這個片子 就是 老實在這 不但一個部分裡面 好不好 那 就是因為就是說 他 他就會想到 他爸爸爸爸 進行這件事 人就會說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其實 所以那個大姐講 那個事情 就是他們家的 例子 也 也 像 這些對話 都是他們 秀 的 我們有個句 可是最後都是 老實在 自己秀他的 那這些相關的東西 大家可以在這邊找到 如果大家也能找到 那 其實我們也會問我們在 今天講 FC是什麼 是 是一個很有趣 不過我們當初 這個時候也會說 有句 原案社區的 所以叫 那 TPCN3 是我們醫院的 作品 那 我們又把這兩個 公司 放在這裡 那 我們會 依靜到一個 另外就是 有關這個 ACG的一些 相關的意見 然後 我們也都放在這裡 這個ACG的 在這裡 然後 我們 我用這一張來跟大家 講一下 這個 就是 簽這個東西其實有幾個 重點 一個 一個就是 如果現在健康 大概就是所謂的 胃充 那如果公司自己 其實永遠都要在 有什麼能力 這一段 他比較健康 他是什麼 他是患病期 可是他還是有一點點 是在做 胃充 那等到他真的已經 所謂的 患病之後 他一路一到 所謂的一方表現 就是我們講的 那我們講的 那他就開始要做 現象 然後 那 善終不善終 其實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從這邊 就在開始了 就我剛剛跟大家介紹 ACG談 就已經決定 你未來會不會三中 這個時候如果沒有談好 留下太多的問題 到執行AD的時候 就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其實在國外 談ACGP跟執行AD的人 是什麼 大部分是同一個人 比較好 就是簽ACGP跟最後 要幫這個人 執行AD的人 最好是同一個一層 或是同一個團隊 是最好 那如果前面簽的是一組人 後面簽的 後面做的是一組人 這會很大的問題 那這也是讓大家了解 就是 這些照片 那我想跟大家看看 就是 這個是我自己 對實質的一些想法 會跟大家想一想 就是 治療有兩個治療條件 就是維持身邊治療 維持身邊治療 你簽完之後 一定是要在定期不思考 這絕對不是簽完就結束 這多共同 等到你符合臉床條件 就是什麼 就是你已經 要經過這些諮詳會議 那我希望還可以再使用什麼 使用異名跟網結射 的方式來溝通 就跟大家 我們剛剛在講的 最近是要緩路 未來的時候 這都是要經過一個 對 跟異名跟網結射 的方式來溝通 那最後呢 結果再來 測除這些維持身邊治療 這個部分大家就不用擔心 因為廁所維持身邊治療 這一塊 已經在很多家 或比方都有一個標準的 SOP流程 這一塊我反而不擔心 每家醫院都不太一樣 可是沒關係 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都要變得舒適 不要穿 就是這樣 都是不要讓它難過的 不管你要用什麼方式 就是減少它的遺體 社群 高濃度氧氣 用一點麻痺 或等等 都是在談整個 那邊的舒服 這個我覺得比較簡單 我覺得很難就是這一塊 尤其是四肢 甚至不是四肢 我覺得所有人 這塊都很難 所以我覺得 對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在這裡 第一個當然是定期 要做這些思索 那第二個很重要 是簽完之後 就要做這件事 推薦功能 訓練 跟進食困難處理 你一定要簽完 就開始注意它的變容 就像我的病人 我就是這樣 我看著看著 它開始有點嗆的時候 我就說 你要開始做推薦健康腸 每天多講話 多唱歌 讓這個紅紅比較好 等到它開始惡化 的時候我就說 你要開始找原治療師 開始做介入 為什麼 因為我要延後 它不能吃的時間 我希望它吃到最後一刻 所以我的前面 我要比一百人生 還要積極 積極的去處理 它這個推薦的問題 我要讓家務知道說 你們這些努力 都是可以 我們一起達到這個目標 不要簽完 就簽完 就什麼都不關 不行 好 最後還是符合靈簧要件 那集中度失智 我們在這個檔下 我們就要思考什麼 當然這個部分 是必要條件 然後下面這個 就是要考慮什麼 考慮現世治療 大家說不行啊 一人簽什麼 都不要 所以像的第一項是都不要 第二項是現世治療 第三項是 委任代理 醫藥委任代理人 決定 第四個是說 我什麼都要 沒有人會勾第四項 你知道為什麼嗎 花錢來勾 那個全部都要 這個 這個可能要想一下 這個mental compensation 裡面的問題 所以一般 不是勾一 就是勾二 三環又通到 就是完全給醫藥委任代理 決定 好 那病人勾人意義 我什麼都不要 我怎麼給他現世治療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可以這樣嗎 病人就說 什麼都不要 你怎麼可以再給我鼻尾管 怎麼可以這樣 我什麼都不要 你怎麼還要給我鼻尾管 就是那個說 什麼都不要 現在是什麼 是集中路 是智慧堂安 那邊不會講話 然後原變的是什麼 旁邊是一群 還搞不定的家屬 兩個女兒 兩個兒子 還有一個孫子 再加上一個 加上一個 真孫 有五個人 講不一樣的話 這兩個說 媽媽就是這樣 這個說 不行 你們這樣子是摩殺 這個說 唉 你們這樣子實在是 要不要給他稍微試一下 另外一個講說 嗯 我看也不一定是這樣 媽媽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 然後就這樣 吵起來 吵起來 這時候怎麼辦 所以 其實我覺得是一件事 其實 我們在判斷一個人 是不是這個 完全就不回來 就不回來的狀態 其實不太容易 尤其我現在 我平常在照顧也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 我怎麼說這個演講 要反思 就是這樣 我也是一直在想 我知道 做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 對不對 我現在是這樣做的 我一定會跟他討論 現實治療的這件事情 尤其是營養這一塊 我會給 我有可能會給他管路 我也有可能會給他點滴 可是我會跟你講 我們就吃兩個禮拜 去看看 如果我覺得這個病人 是有機會可以 回復到更好的狀態 我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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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很難判斷 他是不是集中入獅子的時候 我會去 我會去思考 做現實治療 那最後的話 如果真的要撤除 一樣 就是要 要取得共識 而且這種撤除 會讓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過程其實 我覺得難就能在這邊 簽完之後 是我想的 一路到走 一路到走 都要思考很多 好 好 那我最後這一張 沒什麼好玩 想看 就大概這樣 反正就是 就是也讓大家 不知道 有一點時間 看大部分有什麼問題 我們還有 三三鐘 所以 在前ACP 完以後 你現在 選第二項的主題這樣 有 我現在有失智 因為我有失智的 非失智 我現在失智的女人是 五位 那其中 只有一位選第二項 其他四位都選 第一項 第一項 都選 那你會跟他 勸說選第二項 對 你會去勸 他的勸 你就拿一次 對 不是這樣 對沒錯 我都叫加爾去勸 我都是負責 叫他勸 對 醫師 你說的那個 ACP 英文人文 代表是什麼 就是 應該是 玉利亞中計畫 可是我們在台灣的 ACP 叫 Advanced Care Advanced Care 對 那那個AD呢 AD是 Advanced Directed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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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想說 不好意思啊 剛剛說 有病人的家屬會哭啊 會下跪 是 問題是 這個病人在他腦筋清楚的時候 他個人本人的意願 已經做了一個法律程序 訂出來 我了解醫療隨時進步 但是 這是我們為什麼要立法的一個原因嘛 如果他已經立下來 然後有哭 有下跪來影響他的 問題就是他本人個人的意願 在腦筋清楚的意願 希望有一個隨時更新的過程 他會更好 那個立法要立得很清楚 就是要有更新的這個 就是我看 更新 對 可是更新就是本人願意更新 對 可以可以可以 對 他已經立下來 你說後來家屬又哭啊 又下跪 對 這個都是岔路之間 對 對 對 是個岔路 可是 可是就是 是個很實際的岔路 我講的都不是幻想 就是 你一定會碰到的 所以你怎麼做 你尊重個人欠 我就說 那個方向我不會變 我不會到最後你不放 我給你放永久 我絕對不會這樣做 可是我中間可能要玩一下 就是會玩 就是會玩 所以 對不起 對 所以如果這樣 在ACP的時候 對 他的規定 只是一個家屬就可以 對 但是如果這樣 所有的家屬 盡量來是比較安 對 我都是這樣 我說你來 拜託都來 對 能來盡量來 我覺得一個很危險 不是 那你如果當A只有一個來 其實是 我就會 我覺得也是夠 但是你會叫他AB慢慢 每個都要 我其實上次有個方法 我覺得蠻不錯 我叫他 就是說 那你那個兒子 要不要當你的醫療為人 帶你來 沒有來那個 是醫療的 我說 因為兒子是你唯一的兒子 他沒有來 你說他不關心你 那我說 那可是他也是你的兒子 你覺得他可以當你的第二個醫療為人 帶你 他有時候 病人會說可以 可以就好 為什麼 因為你家簽這個時候 他一定會說你在簽什麼 那他就知道了 那所以 我就會拿這張GAAP去說 那你就看你兒子要把他們的第二個醫療 都能帶你 就是 要不然就是我AD弄好之後 我會 要他 給他21分 Copy 因為這些都是 我 我都會寫在我的那個 ACP的那個 那個 有臉書記錄 記錄 我們會做一個字的記錄 不是 不是 我們自己的臨床記錄 跟 跟病人的AD 沒關係的 我們記在我們自己的 那是那張檢核表 檢核表 那個沒有 我們不是開檢核表 我們寫在我們自己的一個 我們還有一個 病人的表表 對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們自己做 我們自己做 沒有我們自己做 因為失智有點麻 失智的病人不要麻 是特別失智這樣 沒有佛失智 沒有佛失智 一般病人不用麻 一般病人 他到時候來argue 我不用太擔心了 因為病人都是 Metalty正常 我不是擔心家屬到最後會argue我 你怎麼確定我媽那時候正常可以簽 對不對 他跟我爐這個 我們就麻煩了 所以我希望他們是 在他還可以簽的時候 就來吵 不要找到最後再吵 我很怕他集中部的時候 都說的 所以我覺得有幾個兒子就一起 對我會讓他們全部都兩次 而且 那些他越不在乎的 又要知道 除非聯絡不上 我覺得這個就是ACP的很重要 所以我說ACP跟執行AD的人 如果是同一個 一定會這樣做 那很難 因為我已經預期 我就是要執行的那個人 所以我會 這麼規模 我在ACP就做這件事 因為這些病人 我都要顧外他死 所以 所以我一定會要這樣做 可是如果 你關到別的地方 對如果分開 可能 你可能會發現 這個病人簽了AD之後 就簽了那個玉裂要決定 我們家AD 可是你完全不知道 他在簽的那個過程 你要執行的時候 會遇到什麼痛 你完全不知道 因為那個上面 你看不到什麼痛 你只有他要的 所以這個神類 你看那五項裡面 都是神類的啊 所以我說 我們也是 則無旁態要 把這東西搞懂 對 真的 裡面有四項 都沒有關係 第五項裡面 也會有些病毒 所以可能AD 以後是你們執行的 判定 就是判定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不是你的病人 從頭到頭 我也不知道怎麼 你會判別人這個 這個 這個條件 這真的很詭異 就是 一個病人如果是我 從頭看到尾 例如說施症 我從他會講話 一直到現在病人 這樣不會講話 我能夠跟他的 兒子感同身受 就像我有一個病人的兒子 他跟我說 最後要把病為完吧 我說我能夠理解 因為我看著他會走 會講話 帶你媽媽來 你媽媽是認真 帶你媽媽來 結果最後 他比你媽還嚴重 現在不會講話什麼都不會 而且這個狀況 我已經預期他會死亡 已經預期了半年多 每次就是 他那種症好 就再回家 可是隔離退縣就會再回來 我說我們這次做 我們這次就到這邊 就來 我能夠理解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看著他一路 從會走路到現在 不會走路 為什麼他有 可是如果不是呢 我是最後 這次住院才看到他 他不是我的病人 然後 扛照我來看 他是默契的 實在是我也不知道 看著 古董是誰 不好意思 那個 因為我們這邊 還是維持一個 折舞的傳統 是 就是說大家在整理 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還是維持說 那個 大概是 大家提 三輪 三個問題為一輪 讓我們將這 然後整理再回答 好不好 那 剛才聽的就是說 我稍微做個幫助 學長做個小總結 那其實 大家我們以前 在教導的時候 就是說 在做個 病人人次組織 讓他 舒服走完這一程 那剛剛學長講的 其實 我發現說 這其實更重視 這個全家人 他所有身邊的人 溝通的這個過程 我們是完成這一趟 那當然就是現在 我們就維持一個 折舞的傳統 那學長 一定要 要不要高 這樣子比較高 因為 以那個折舞的傳統 我過去參加 如果 我知道這樣 那大家就坐到這邊 打氣氛 比較清楚 好 那我們就是 維持折舞的 形式 那大家就是 大家可以去提提問題 然後意思就是 盡量在一分鐘之內 一到兩分鐘之內 把自己的 提出的問題 也把它敘述完 那我們收集三個問題 然後再讓我們 那個學長 好好回答 好不好 然後再回答完 我們再進入下一題 OK 好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先取消 好 目前有兩位嘛 好 好 那沒關係 就這位女士 我先問 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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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剛剛總報 有一頁說 呃 這個醫療代理人 不能是財產 繼承人 那因為我不太訓練 什麼意思 就是他如果是他的 呃 配偶 或者是職務 那他不符合這個條件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是我覺得聽起來這個 我簽不簽這個東西 是 只是把我的意志 做一個白紙黑字的寫下 對我的意願 我把那白紙黑字做一個紀錄 但是 呃 最後實際怎麼做 並不必要是這樣 那 呃 你會考慮說在跟 前面在精神之上的時候 就先告訴他們說 呃 即便你簽了這個 最後也有可能 不是這麼做的啊 呃 可能會 讓他們在前段的時候 呃 知道 在 跟家人 或是 身邊的情緒 做更多的溝通 可能會減少你 後面的痛苦 這個問題 請 醫師你好 我的問題是跟代表有關 就是說 第一個問題是 呃 那如果是完全無親無有的那種 就是非常 沒有都沒有朋友 可以交代一些那種人 他該 他有辦法擁有代理人嘛 然後他該怎麼處理 然後甚至我們也 因為我剛好前一天看到那個美國 就是 Free Cremant 然後再試把他拿去賣這種問題 那你都可能 當然這非常誇張 有可能也可以有漏洞 就是說 因為 你剛剛說叫我朋友 那我們也可以說 免費幫你做代理人 然後這個代理人 他每次都去指定 特定廠商的藥或什麼 或是做特定量醫療 會造成 這也是一個讓 醫療的利益的一種問題 就是這是一個後門 當然這非常奇怪的後門 然後 再來就是說 那如果 我還是跟他是沒有任何親友關係 也不是朋友 那有沒有可能可以像 我說未來會不會 或有沒有可以就是像 我們像律師是遺族的代理人一樣 說有沒有比如說公司 完全以法人商業服務說 我可以用 他生前跟我有簽這個契約說 我可以 我有付他多少錢 然後以後未來他可以當我的代理人 然後不管是法人或個人的形勢這樣 這三個相關的問題 謝謝 有一個概念想要澄清一下 這個交易的商方定契約 這是一種互相不信任的前提 所必要做的一個行為 所以說 當兩個人在同事交易的時候 因為彼此有所謂的不信任對方 所以說才要做定契約 這是我的理解 那所以說在我的理解的概念底下就是說 到底醫生本身的角度 你在不信任對方什麼 是因為到時候你拿不到錢呢 還是你所說的 因為有他的繼承人說 這個人是被你磨殺掉的 所以你要負責任 是因為你怕在交易之後 你會有這樣子的後果嗎 因為你我個人的理解 從人類的宗教 第一個脫離宗教的叫做 我理解是叫做醫學 為什麼醫學可以脫離宗教 因為宗教的 生老病死 以為是常態 但是有一種的人 叫做 病 我可以讓你不病 回到所謂的正常的狀態 那我很好奇的就是 這個獅子到底是不是病 因為病 人的肉體消失到死亡的過程裡面 是有些器官的 受到外來的破壞 例如是細菌 例如是槍炮 因為器官得死 得死 那他在這樣子的病的狀態 失智 這個 這一個把它變成 就是說 要從一個人界進到一界 這個 我本身 有一點懷疑 OK 謝謝 那這個 我們說如果要更多 跟假設討論 我們會合在一起 好不好 讓我們讓 這記憶力還有心的時候 讓我們的學長 趕快 遞落地回答 聯會的問題 請問 就 醫療醫療的決定 也從來沒有說這企業 那就是我表達我的想法 然後 Document 讓很多人知道 所以 它不像商業企業 那 醫療人帶人 不能說是繼承的 是說 它是額外的 不是那種順序繼承 順序繼承是可以 配偶啊 支援 那個時候OK的 那可以當醫療人帶人 可是就是說 我額外 例如說 我的基層的人 是張醫師啊 他就不行 因為他不是我生的 所以 他不能 他這個基層 他就不能當我的醫療 為人帶人 如果是自然身份 是OK的 是可能的 那 那這件事情其實很複雜 那 我也不覺得 醫療為人帶人 是可以由 由商業來幫忙 因為 他是要跟我談 我這個生命的 這個結束 所以 如果 沒有這個人 一個法人 也不能幫我做這件事情 那我寧願就沒有 沒有是怎麼樣 沒有 就是一個最基本 可是我們就照你的決定 就幫你自己 吧 因為 其實剛剛大家提到 我腳案件痛苦是什麼 是有一個人在痛苦 大家看我們安寧的照顧 我們ACP 一定要否安寧照顧 會選擇 就是武權 還有 就是世道 還有就是 大家要什麼 就是 就是要所有的人都安心 對不對 就是 死者要能夠真言往生 生者要能夠安心 這個是整個安寧照顧的重點 所以我覺得 不可能 就是 只是站著某一塊 讓整個家庭 到最後因為這個人的死亡 我們決定 如果這樣做 就不是我前ACP的重點 所以ACP 永遠都是講一個方向 所以 我一定會讓你那個方向實現 可是這個過程 我可能沒有辦法 那麼的去 去就是一直都站著這個點 一直走 所以我剛好講現實治療 這個方向 我覺得 維持世面治療 我沒有一直站得到結束 都不要 因為我不可能 什麼插管兩星期 再發管 一CPI兩次 第三次不要CPI 這個我實在是 我也做不出來 可是我就說 我一定會 會比較建議要用 連現實治療 就是那個B位管 這些 這些 這些怪事 這個我會覺得是 可能要考慮的 那 那 用這個方式去自己 如果沒有 沒有家人 其實就完全照理 學前書 我就幫你成長 那 人生就到這個點上 就造成你的意願 你自己想到 會比較安全 那個 會不行 那個會有公證嗎 如果都沒有見證的 你說 就需要公證 會有兩個 會有兩個見證 或是可以到華盈去公證 這樣子都可以讓它現效 基本上 我們一般都會找 漸漸的比較容易 對 剛剛有回答到 我有個問題嗎 有 OK 好 那我們這個是第一輪 第二輪 經過 第一輪的QA之後 還有沒有說 第二輪 有想要再提出的 也是一樣 三個 然後這樣之後整理好 再 認識這樣子 有嗎 第一個 還有嗎 第二輪 還有 韓重 韓重 要發問 OK 好 三個 OK OK 好 那 謝謝老師 謝醫生 就是病患的家屬 其實我會比較好奇說 你們到底在臨床上面怎麼 其實我扶椅他現在是 輕度初期的事情 那其實之前還沒確定之前 他同時也有 他在問他 到底要不要 有可能有時候 你需要 要不要取得洗腎這件事情 他可能 中午跟他講說 他說不要 到晚上的時候 我再問他一次 他又會說要 那就說現在 就是很多 即便他是初期 這種反覆的狀況是非常 容易出現的嘛 那到底要怎麼去 確認他是有 這個 他做出來的決定是證券 甚至很多時候 因為我父親說 可能會有很多 私事病患都是這樣 就是他情緒上面 有非常大的疑念 所以對很多東西 他就是抗拒他 不會去跟你討論 不只是醫療的問題 他就是對 看電視出去 推錄音帶你出去 他都比較 他對很多東西就是 對我們一般來講 就好像自閉起來 封閉起來 那這種狀況 你們在你床下 會怎麼去處理 跟 我總會很擔心說 我其實我家人做的決定 到底是不是 真的是他的自主意思 真的是我們在 幫他考慮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這些 自主醫療 這些自主病病的 就即便是打個針 或者是 不要幫他做膚腺 我都會一直在 心裡面在糾結 就是 我不知道醫生有沒有什麼樣子的 臨床的建議 可以給我 謝謝 那我的問題是說 就是關於剛剛講的 就是信心手工衛生 那有一個沈正南醫師 他就提出來說 信心手工衛生 其實是需要家屬 非常的忠全的照顧 跟花很多的時間 那現在台灣經濟社會的 家庭照顧狀況 是不是真的已經到了 家屬 或者是我們的 一些照顧 長照的系統 可以去提供這種 信心手工衛生 不會導致說 今天我先遞了這個AD 可是到最後的信心手工衛生 根本就是 放在機構裡面 讓他衰弱 然後機構衛會就不想衛了 就是這個狀況 不會真的像 神聖南醫師那樣子的發生 就不知道 就是柳主任病 有沒有什麼的擔心 或是看法 最後當然是 自動一次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常常也是 碰到感染疫情 那感染疫情 會不會 譬如說 是不是適時 try limit 然後再也不要 還是 不知道 以你神經內科 保護醫師 會比較 傾向怎樣 建議 那這邊 那個 我第一位發問 我可以幫你回答一下 因為本身 我是也是整個醫療科出來 是內科 然後也是 會遇到很多像這樣子 你說的犧牲病人 然後 他今天有一個 ESRD 然後就是 生病末期 當然不是 生病末期 還有犧牲 所以當時生病末期的話 只能判斷說 就這樣子把他發覺 有點不大客觀 當然這樣 配合其他的末期疾病 我相信人家 我們可能也是遇到這樣的狀況 當然也會 我們有些話 病人其實 我今天早上參加 被融合個管師會議 那他當然也會以為說 很多病人家庭 或病人本身 都會有情緒的問題 為了讓他 能夠做好自己的決定 所以 很多那個病床心理師的需要 就會延遲大量浮現出來 包含做客觀師 也要接受那些病床心理的訓練 去做範圍思考 才能夠讓病人 怎麼樣 再示範他 其實有能力決定 他盡量冷靜下來 好 這是第一個 那其實在洗腎 那在台大的洗腎指引裡面 那大家就是遇到像你這樣的狀況 欸 要洗 還是不要洗 今天要洗 每天不要洗 那剛剛有看到 其實洗腎這種東西 當然 我們學長講很多 衛生狀況 其實也是有一樣 會做半套的情況發生 那洗腎是怎麼樣做半套的 我相信 你可能也是 也有被建議過了啦 一般洗腎 我們通常就是說要洗到 因為你不洗腎 那你就是 我們民間說法是毒素 沒辦法拍 其實就是說 電解質會不平衡 然後血液會變痠 這樣子 那 基本上 那就是 比較完整的洗腎治療 是一週有三次洗腎 對不對 那其實就遇到像你這樣的狀況 到底要不要放棄 到底要不要到精致洗腎 然後沒辦法做決定 有時候有緩衝 就是短期 限時洗腎 就跟好像限時位置是差不多的 限時洗腎 然後就是等來讓你們說 趕快把他討論了 剛剛跟他講 我們說 病人自主是完成一個溝通的過程 那都 但是通常這一洗下去 說限時洗腎 就無限的限時下去 然後一直不斷扣弄 那另外一種是說 症狀環節式的洗腎 我剛剛說一週三次才是完整的治療 大部分來說 但也不是每個都這樣 我講這個不是說絕對的 但是有時候就說 以病人的舒服為主 不是說以矯正病人 真正身體不對的狀態 但是可能是洗腎 你洗一次不要舒服 他就一週給他洗一次 我等病人不舒服的時候 我跟抽血沒有關係喔 不是抽血不對啊我就洗 不是 而是說病人 不舒服 真的啊 受不了了 洗下好了 他就是環節式的洗腎 這都是有 相對應的方式 在我們的治療之內 就是我們一個策略 但這些 終極目的 就跟學長一開始 不斷跟大家斷術的關聯一樣 是完成大家溝通之後 病人想清楚之後 再下載到決定 那這個才是我們真正 HCP AD 真正的方向 那其他問題呢 再給你 學長 謝謝 謝謝教育師 很難難 我真的講很難難 很多事 對 像你剛剛提到一個 早晚版做的事情 那 試試病人本來 下午三點以後 就會往後走 他早上 所以我盡量 或是挑他意識請出的時候 那個時候 做這一次 下午三點以後 什麼事都不要啦 這也有可能 所以 我還是會看他 狀況最好 去做這件事情 做這個 ACP 做這個諮商 一定要調到狀況最好的時候 放電話就是說 有些個案如果我會反過 我需要什麼 多做幾次 我才能確定 那我現在做的這些 都沒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怎麼說服 都說服不了改變 我的model嘛 我一直說服他 他說不要就不要 你們這些人很奇怪 我就是不要 而且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怎麼知道他不要 因為他會這樣 我先生幾年前 那個時候住校 我不要那兩個月 我看他插那個管子 我看得很痛 我絕對不要像他醉 然後另外 那個是筆桂管 另外那個 那個是筆桂管 另外那個 七碗插管 那個阿嬤就是這樣跟我講 他跟我說 那個時候 他坐在家 我原來隔壁那幾支插的那個 插的那個 都不成了一樣 我也不要插那個 呼吸的那個管子 所以 一個很有趣的是說 這個病人其實不太知道 我在講的那是什麼 他為什麼能夠這麼嚴格的拒絕 是因為他幾年來 他先生住院 那兩個月 帶給他一個很強的一個 概念 他都了解這些管子 他都知道是什麼 他都沒有在管我講什麼 可是他自己就已經知道是什麼 他說不要就是不要 而且怎麼勸都沒辦法 我就確定他是堅持 他家人也不知道他是堅持 我們不管什麼 我們他會堅持 所以 所以如果你擔心他反覆 就是說我們都挑白天的時間 去問 你不要白天晚上 我們晚上都要反覆 那如果真的要這樣子 也要做一個全套的討論 如果這個討論過程 他會反覆 大概就能做這個SD 可是不代表他有點不行 你可以挑 動畫比較好的時候 再來做什麼 那抗真術是不是現實治療 我會 我說真的 這些事情 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適合 因為 這個都是在 在談這個整個招呼 這個過程 可是 所以我就說 我們簽這個 預理要決定 不是簽什麼要什麼必要 我們是簽一個方向 簽一個方向 那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變成維生 或是 他是 他是可以治癒的 這個其實是有些模糊的地帶 那這個就是要在 最後之前AD的時候 要做一個很好的一定功能 跟討論 來做這個 目前有沒有有自己的一定 當然還沒有 應該還沒有 剛剛簽完應該不會馬上就死掉了 應該是沒有 應該別的嗎 對應該目前還沒有吧 我不知道沒有 至少我沒有 就我簽了這十幾位 也是沒有 是沒有要執行 對 對 然後再來就是你講的那個 那個 我只能說 應該這樣說嗎 吸氣總共餵食的這個照顧 絕對是家人才有辦法執行 安永樂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你決定要安永樂 幫你吸氣總共餵食 我覺得那是 不可能的事情 沒有人要放 因為大家知道光餵吃飯 那一定要花多少時間 我有一個家屬每次吃飯要兩個小時 那一定要吃三餐 就是六個小時 整天都在吃飯 這是最 最花時間 那一天到晚就是 給他吃火動 給他吃各種東西 那只是我覺得其實 侯衛食不是什麼訓練好不好問題 他把這件事情搞得太專業 其實沒有 其實侯衛食就是想吃就給他吃 其實不想吃就不要吃就知道 其實蠻擔心的 病人不想吃就不要勉強他 那怎麼會有餵多久 什麼技巧 什麼樣好不好 那這個是把這個東西太過肚子專業化 其實侯衛食不是一個專業的事情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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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病人舒服的人 吃東西的方法 對 這樣有回答到三位的問題嗎 當然有沒有說 第三本 剛剛聽了前段的這樣QA之後 有沒有身邊更 對我想 我真的想問學長 因為學長剛才有講到一點 就是說病人 在一個AED 或已經在前面聽 有一個醫師之下 ECP 那其實現在未來 我們都知道說 台灣過去都是 台灣過去社會 對應該是說在發展這種國家都是這樣的 就是 一個 他就是病人跟著一個組織醫師 基本上概念是這樣 但是未來 好像台灣 因為說 高級的話 我們走向有分級醫療的時代 然後 就是說可能 未來病人都走向雙組織 那就是說 像我自己在做整個醫療 可能在做專門這樣的事務 不知道說 那這樣子 我們說這種雙組織 整個醫療課 然後 病人可能一天之下 會經歷不同組織 那今天這個組織醫師是他 明天就是他 不過這個病人在一個專診網裡面 好 那今天在這家醫院 那明天 出院回家有急事 要到另外一家醫院去了 因為這是專診的概念 那不知道說會不會衝擊到學長 剛剛所說的 這樣的一個 HCP和AD的一個 這樣子 希望能夠通過組織醫師的概念 一定會啊 所以我現在就要做比較詳細的紀錄 就是 這些想到我想到的衝突 我都會記錄在裡面 然後到時候可以提供給 後面要執行AD的 很多人都參考 所以就像有幾件事 我覺得要記錄 第一個就是沒有來的 的家屬 這個家系圖裡面 有哪些重要的key person 沒有出現 在當初做這個HCP的時候 沒有出現 第二個就是說 當初做HCP的過程 我們要怎麼去確認 如果是西施 我講的是 如果是一般不來 我怎麼去確認他的認知功能 在那個時候當下是可以表達的 我用什麼方式去做一些描述 所以我有一個chicken list 去完成這件事情 那我會覺得說 做這個溝通過程中的描述 是很重要的 未來都不太可能一個醫生 照顧到他走 例如說 好 假如這個醫生眼睛很大 病人還年輕 那他也不一定陪附他到死 這都是很時機的事情 所以未來這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希望是一個 可以有一致性思考的一個團隊 或是這個團隊 可以拿到 夠充足你的資訊 可以協助這個病人 在最後執行AD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好的 好的一個執行的過程 我覺得他是一個教育的 我覺得執行AD 是一個教育的過程 我們應該讓所有要執行AD的團隊 應該去思考就是 就是 應該要加入ACP 因為 如果ACP跟AD一起做 我現在做這樣子 我也會接手要做AD的人 他不會太痛苦 我說的是說 我覺得我自己要執行 其實另外一個想法是 我就會在ACP的時候 把很多問題都先進去 那以後不管誰來接受我的AD 我覺得他都不會有太大的痛苦 其實我覺得這個才是 我要講的那個概念就是 所謂的 從頭到尾是 你有那種 你未來要執行AD的那種 那種 那種使命 你就會在前面把ACP做好 那我 你後面的AD 大概執行上 就不會有兩大部分 那還需要去 推廣這項子的概念 我覺得 所以 對不起 所以這樣會 掛更多的資訊 你說ACP的時候 對對 你會當ACP那一次AD就做完 ACP當下就把AD做完 對 要看病人的意願 如果他可以 我可以當下把他全部做完 對 當天把他做完 我現在的 我現在的智商的 的這幾組 都是當天都做完 沒有人去回家再次 當天就做 對 對 所以自己那一些 互助就寫在 寫在 寫在我們自己而外的 一個 一個 一個文件上 我們一開始沒有 可是後來我就覺得要加 第一場我們是沒有做這件事 可是檢討網 我們就覺得應該要 是一個標準縫嗎 呃 是我們現在在開發的縫 還不算標準縫 對 對 還沒有到標準嗎 還沒有到標準 因為 因為針對這一塊 尤其是市製這一塊 我們是跟松德園區一起 在合作開發 因為他們有一些緊張 到時候會變成一個 就是一個我們的一個 所以這樣大概不容易都會行 呃 也是要發展 對 當然 金帳裡面我覺得大多數還是在打 試肢啦 就是精神疾病這一塊 我想他們的大多數的個案 現在應該是會一次次會 去播一些經驗 不好意思 那我現在 我身為主持呢 因為剛剛 要到學長的手錶 我自己沒有戴 現在好像已經十點了 對 所以 在這邊的話 大家可以在這邊 我會 你做個 我這個talking 你做個結束 這樣讓大家謝謝